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为10人以组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 好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治委员会第十二次权力委员会议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9年4月1日星期三上午九十至下午十三十七分地点 红楼三六二会议室出席委员会议事录委员会议事录委员会议事录等12人 列席委员张委员齐禄等18人 列席官员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等人主席周遭委员村民 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 审查委员林俊宪等19人拟据行政法法第十八条条文修认草案等三案 本次会议由委员会议事录委员会议事录 提出书面咨询决议 一报告就行了完毕进行逐条审查 二行政法法第十八条条文修论草案 命定其继续审查 三外议监条例第四条条文修论草案 第四条韩委员李贵宇等五人所提修论动议 保留送院会处理 本案审查完就凝据审查报告提醒院会公爵 需交由党团协商 更未讨论时由周遭委员村民出席说明 四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五条条文修论草案 命定其继续审查 委员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或以顺便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警诉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 提案三案 决议均照案通过 宣布完毕 我们现在因为出席的委员人数不够 所以我们在场委员因为出席人数不够 所以我们待会这个议事录再确认 我们现在先介绍与会的代表 我们今天与会的代表有两位专任的委员 第一位是杨翠杨委员 第二位是叶洪明叶委员 第三位是主力兼第四组的组长 蔡盈盈 第四位是第一组的组长石璞 第二组组长曹军武 曹军武没在吗 曹军武没到吗 那这上面为什么会有曹军武 所以他今天不会来吗 第二组组长不会到是不是 应该是迟到 不好意思 我再请我们同仁 是迟到但是不是不会到 OK 第三组组长郭全庆 好 那我们今天与会的本会的委员 在现场的有吴毅琴 吴委员 我们现在就开始报告了 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呢 是邀请我们组长会的 报告 那么他是报告他的这个 组长会的业务的概况 以及他的立法计划 然后并被咨询 那我们现在请组长会的代表呢 来报告 报告的时间呢 是五分钟 现在请 呃 组长会所指派的 呃 专任委员 杨翠杨委员报告 谢谢主席 那也谢谢委员会的邀请 来本会 针对本会主管的业务 提出报告并备询 那因为呃 国家转型正义的工程 最主要的概念是直面历史 跟反省历史 所以接下来呢 我会从 追求历史真相 贫富历史伤痕 反省历史记忆三大面相 来跟呃 各位委员说明 本会近期的业务方向 那第一个是呃 追求历史真相的部分 有五大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是 加速政治党案的征集 跟移转 还有解密 那在去年十月前呢 已经完成了 13万案的这个移转 并且在解密的部分 已经完成了 7万案的解密 占解密数量的99% 那在政党党案的部分呢 已经有两阶段的 呃 这个呃 审定 那第一阶段是33件 已经有31件呢 完成了呃 国家化 那第二阶段呢 4286件呢 已经呃 这个中国国民党 已经在3月30号呢 呃 风箱呃 这个呃 那个风箱呃 到那个 那个档案局 那本会在4月7号 已经开始进行 第一波的清点 那第三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是建制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 目前 这个是国家 目前为止 最大型的一个 汇整的转型正义资料库 那呃 目前已经汇入 一万多件的 一万多笔的这个 这个政治案件 当事人的资料 那在这边 可以查询到 政治当事 政治案件当事人的 基础资料 还有呃 一个军事审判的流程 以及呃 相关参与的 这个军事 军事审判的参与者 那第三个部分 是不亦以止的 保存规划 呃 原则的一个提出 我们提出了 分层治理 价值优先 中央与地方协力的原则 并且正在评估 呃 相关方案的 这个呃 可行性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则是原住民族 真相调查 跟部落自主的赔利 我们除了原住民族 案件的搜整之外 也启动了 部落自主赔利的计划 第五个是重大案件 重大政治案件的真相调查 我们在2月17日 已经发布了 呃 林宅血案的这个呃 真相调查 那第二大项目是 贫富历史伤痕 呃 包含了四大项目 一个是公告撤销 刑事有罪判决 呃 5837件 并且呃 含请相关单位 屠销前科记录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呃 在研议规划 人事清查处置 及相关呃 救济程序 呃 依据促展条例 第四条 那第三个部分呢 则是呃 规划没收财产权力回复的法制 那目前已经掌握到了 当年最呃 被宣告没收财产 最少1640位 那么目前确实可以掌握到 确实有没收财产的 有145位 而相较于国防部 在103年所提出来的13位呢 我们都掌握到了132位 那可以就此来进行相关的规划 那呃 第四个部分则是 政治暴力创伤疗育需求的访查 呃 我们呃呃 在四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则是跨领域的住人工作者的培训已经完成 那么相关的需求访谈也在进行 然后我们也进行了政治暴力创伤 知情的推广 还有疗愈的事情 包括心理治疗以及艺术 呃对话的相关工作 那第三个工作大项目则是反省历史记忆 也包含了四个项目 一个是公共空间威权象征的处置协商 那我们从呃108年4月开始呢 则呃就已经开始进行呃跨机关呃的协商 那我们提出了依法必需处置多元处置原则 以及呃尊重相关机关自主讨论 呃他们的方案跟其成的各种原则 那第二个部分则是社会教育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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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不当党产的运用规划等等 所以依据这一点呢 我们依据前述的这个业务 我们未来的施政重点呢 将会在这三大项目当中持续推动 包含继续协助贯彻政治档案的全面清查 以及转型正义资料库的研究与推广持续进行 同时持续揭露人权受迫害的历史真相 作为厘清体制加害及参与者责任的基础 并且加强保存不易移植各项具体规划 能够完成 那么贫富历史上的部分呢 则是在相关的贫富司法部法相关方案的做法 跟研究规划堆动上面会持续来进行 那持续公告以及持续调查跟审定相关的案件 那在政治暴力创伤疗愈的模式上面 我们也会持续来进行相关的规划 那繁型历史记忆的部分呢 也会持续协商处置公共产威权象征 那以及不当党展等等的规划 以上谢谢 好我们现在在现场的委员呢 已经打法定的这个人数 是不是我们先确认一下上次的议事录 我们现场的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那我们上次的议事录就通过 没有意见好那我们现在议事录就就通过 那么呃 现在机关的代表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进行巡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必要时可以延长两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六分钟并不再延长上午十点三十分截止发言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吴玉琴吴委员 好谢谢主席我想我就请教那个我们杨春阳代理主席主委 我想辛苦了因为这个促转会成立现在一到现在一年大概十个月五月底就要有个原来意计是要有个结案报告啦 那这一年多来真的蛮辛苦的因为我看到你第一次的报告跟现在的报告其实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在完成中 所以我想这个转型正义的一个工作确实不是一处可击啦是需要有一些时间的 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因为这个部分是促转会条例里面第十一条就有规定的应该是两年内要完做总结报告 那是需要的话可以请行政院这边院长来延长那我想苏院长也在院会质询被询的时候也回应了说如果促转会这边来报请这个延长的话他会同意 不晓得这个部分我们促转会已经报请行政院了吗 报告委员我们已经我们在过完年后就已经有先跟行政院提出一个评估的方案 然后进行说明那也已经在前日报完成报请行政院的这个功能的程序 这个过程已经提出来了 那我是想问代理主委就是如果这个一年时间到底够不够因为也有委员已经在提案希望每次以两年为限啦因为这个工程看起来不是短期间可以完成原来的计划应该是原来我们的条例应该是希望两年内可以完成喔 可是待会我可能也会问到一些细节喔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那你觉得这个呃这个延长的时间 因为一年这样适合还是说需要未来是能够修法成为两年为一个申请的期限 谢谢委员呃这个部分我们尊重呃委员立法委员的这个提案 可是你实务运作上面啦 也尊重那个立法院的讨论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因为转型政院的工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工程喔 那个德国我们跟德国交流的时候德国说他们30年都没有办法做完 所以呃事实上两年有两年的做法那三年有三年的做法喔 那我们呃呃都会依条例呃的这个这个规定来来规划我们的执行期程 然后呃呃能够进行相关的规划 那当然我们呃日后也会配合立法院在讨论这个相关议题的进度呢 嗯 针对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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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我當然看到裡面 你們拿到資料的時候是原始資料 有被遮掩嗎 還是說因為國安局跟調查局的要求 你們才把姓名遮住 我們有調用權說 我們看到說是有的 因為在我們上任不久 107年12月的時候 行政院有召開一場 關於政治檔案解密的協商會議 那會議的結論主要就是說 未來如果處長會在寫相關報告的時候 如果有使用到相關的機密檔案 或者是機密的資料呢 應該要洽匯相關的權管機關 所以我們在 我想請問的是 因為這個遮掩的名字 都是當時參與調查的人員 那為什麼不能公告 那不是所謂的憲民 如果是憲民可能還要去確認 他當時是自怨還是說被迫或是被誘導 可是他現在你遮掩的 全部都是當時的調查人員 這個有必要遮掩嗎 所以我們還請洽匯國安相關單位的時候呢 那就依據上次的會議 他們是依據國家情報工作法的第八條 認為相關的情報來源 或者是情報的方式 這不是情報 這不是調查人員 那本會的立場呢 本會的立場比較是認為 就是說依據政治檔案條例第十一條 應該要公布的嘛 所以在今年三月十三號的時候呢 已經有行政院在召開了一場 相關機關長相關的會議來處理這個法律規格的問題 我也是要問下一個 就是蔡總統有在今年二二八 這個在七十三週年的中蘇紀念儀式裡面 也提到了對政治檔案應該是最大的開放最小的限制 那這個總統這樣宣告之後 是不是在相關檔案的轉換上面 或是解密上面有比較大的幅度的改變 是 有相當的推進 那其實從去年貴院通過政檔案條例之後 就有非常大的推進 那這部分我們也要非常感謝貴院 也要非常感謝在我們調用的過程當中 國安單位乃至於法務部調查局 還有內政事部警政署都有相當的配合 所以您剛提到三月份已經有相關的會議又再考慮 因為這資料是二月份的 他們來的函都是二月二十幾號的時候 所以是總統會對外公開或是說宣示的一個情況 那現在有更進一步的解密的情況 我們不希望資料是真的就用到這個政治檔案的這個第八條的 要五十年七十年才解密 因為那個時候在解密就已經大概資料更難查了 因為從您的報告裡面我就看到非常多資料已經40年了 林宅血案的事情40年已經非常難查到原始資料了 所以如果在五十年解密那更可能 我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啦 所以這部分我希望我們可以再更促進更多的解密好不好 那下一頁我要跟代理主委談的是 這個部分我看到你們的這個 今天的報告裡面也提到公告撤銷已經5837案 其中大概5819案是已經獲得賠償、補償跟回護受損權益的這些 所以我最判刑的都已經恢復了 那有18案是你們認定的 那還有7案正在公告中 那這些都是過去已經有可能有補償賠償 但是未來有18案跟7案可能還沒獲得補償跟賠償 我不知道這部分你們會怎麼處理 是 關於不管是已經獲得賠償或者是上位 這18加7是上位獲得賠償或者未來會再增加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邀請過相關機關來進行討論 認為說目前的法律上沒有相關的法律可以處理 所以應該是要立法或修法來處理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有 我們有在評估有在討論研議當中 如果在研議的過程中 因為我想228條例是針對賠償 可是戒嚴時期的這些都是補償 那我想受難家屬或家庭 他們都希望是用賠償而不是補償 這個當然未來在修法或訂定法令上面 你們也可以來考慮 因為賠償是對承認國家政府有過失的一個賠償措施 那跟補償的意義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想如果未來在相關法案 是有在朝理的過程中希望能朝賠償的方式來研議 非常認同委員 那你再下一頁 那有關這個評估歷史傷痕裡面 我知道你們也在做有關受難者或家屬的一個調查 就你們現在的需求調查或掌握的受難者的人數 大概多少人 因為剛剛報告也沒看到數字 是是 我們對29個就是家庭 我們招開過三次的這個政策說明會 然後對29個家庭 因為他們回報願意 所以我們就去進行了加法 可是你們不是有做需求調查 需求調查大概有多少人 需求調查的部分是針對好幾百個受難者家屬跟家庭 但在這個回應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台灣太晚做了 所以其實包括政治受難者家庭 對這個的了解並沒有那麼深刻 還是會有一些猶豫 對會害怕 所以有一些是在猶豫的情況 那我們就先針對已經確定的這個29個家庭 34個人進行了一些需求訪談 深度的訪談 那這個深度訪談是有助於我們未來去規劃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的計劃該怎麼進行 是 因為在你們的14頁的報告裡面也提到 未來可能在對受難者的照顧 要設置專責的服務單位的可能性來做評估 那本席的專業其實是在社會福利 那這一項其實我想受難者家庭或是他本人 然後我想要及時做 因為可能時間過那麼久了 其實可能凋零的都凋零了 那他的家屬也不能被忽略 因為家屬在過程中應該是有被打壓或歧視 或甚至是被排擠的 所以他的社會和人際關係 以及創傷的經驗 應該是要一併被處理的 那應該是要有一些 不一定是你要成立專責的單位 而是一個結合各種不同的資源 一起來協助做個案管理的方式 提供必要的不是只有心理 心理當然非常重要 但是其實社會福利跟相關的照顧 可能是他這個家庭 整個家庭的需求是要全面性的一個照料 所以我想這部分也是你們接下來要討論的 對 我們會接下來討論 對 因為我覺得你們好多事情好像都還在 我看到 是 因為這個牽涉到跨機關 因為今天是跨機關協商 所以我們會持續再進行 這個部分可能要跟衛福部再討論 來 最後一頁 這個地方是我看到我們 國家人權博物館有建置了一個 不義移植的一個資料庫 那跟剛剛代理主委你提到的 我們處轉會有公告一個不義移植的部分 這兩個資料有什麼不同 或是有什麼差異性 因為我們最近也在公告了基隆園丁派出所 85處的這個不義移植 這兩個的差異性在哪裡 我們正在進行審定公告 那尚未公告 那差異性在於說 我們因為已經有設置了一個不義移植審定要點 我們有對不義移植進行明確的定義 那這個資料庫當時比較早的時候 主要還是以時機點 所以裡面有幾處呢 並不是概念當中的不義移植 所以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在相關史料上面做了非常精準的爬書 因為這資料太龐雜 有很多口述歷史的部分 那第三個是 我們那個部分也包含228的部分在裡頭 可是這個不義移植的保存 可能涉及到人民的財產 跟重大的公共利益 還有地方自治團體的 就是我們地方政府的這個經費負擔 這個部分也是未來要立法 我們都會納入 相關立法的工作要再研議 那我最後一個就是要提醒 就是說我們雖然知道說您現在提了一年的延後 那可是其實五月應該有 原來預計五月就要有總結報告 我是不希望說在一年後再有一個總結報告 應該在五月份就要有一個至少初步的這個結案報告 能夠告訴我們 哪些法案該修 哪些法案該立 哪些法案該 或是該進行的一個工作應該 在今年五月就應該提出來了 不然一年後還是一樣 又是重新看到很多資料都是還在研議研議 因為我知道這工程是很浩大 而且不容易短期間就完成的 但是我也希望是能夠在今年五月能夠有這個初步的法案的相關建議 能夠讓我們往前再進一步 那立法院這邊也可以有更進一步的一些相關法案的一個修訂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吳玉琴吳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劉世芳劉委員 謝謝主席 我想直接請問一下我們那個代理主委 那我就不再尊稱了 在你們的報告裡面有特別提到重大政治案件的真相調查 那目前其實也是全國矚目的部分 尤其裡面有關於林毅雄律師的這個 所謂外面或講色林載寫案的部分 那在二月十七號你們發表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並不是對於我們促轉會所發表記者會的內容感到滿意 最主要是因為有一些應該讓全台灣的人 知道真相的這些名字是被遮掩掉 所以我很努力 除了請促轉會以外 包括軍方單位也好 人事行政或者是說這個權序部等等 一直在持續不同的追查 那也請我們的羅政委幫忙 所以在四月初的時候是不是有一批文件已經從國安局又解密出來 送給我們的促轉會 是是 那這個部分呢 對於未來的釋出真相呢 當然有所幫忙 但是我認為仍然不夠 我想請教一下 到目前為止我所知道林毅雄先生的這個 他們家宅的這個血案 還有陳文誠先生 還有包括另外一個案子應該是彭婉如案件 在我們法務部是把它列為是永久追訴沒有追訴期限對不對 所以未來如果有這些文件釋放出來 裡面確實有人是牽涉到 譬如說我們知道刑法裡面的謀殺 或者是說共犯 會不會移送到法務部來做偵辦 就林災血案的部分呢 就我們目前所掌握到的檔案 那當然下一批檔案我們還沒有開始進行閱覽 我們大概都已經呈現在我們的報告當中 但未來如果有相關的檔案呈現的話 我們會就是強大我們的調查 那這個部分 你說這個部分可能需要有一個 可能需要有一個 不是我是這樣問 我是說在你們未來在看到這個檔案裡面 確實有蛛絲馬跡 或者知道說在書面資料 因為這是公布我們的文書嘛 認為是有牽涉到譬如說這個謀殺 或者是牽涉到殺害的這個所謂的疑似凶手 不管是共犯也好是不是需要移送到法務部來偵辦 是 是還是不是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請我們那個林岸的調查小組 現在我要講 你問一下 是還是 告訴我是還是不是就好了 對 是嘛 好 那這個是重點 那同時我要請教一下 1979年的時候台灣解嚴了嗎 是 1979年還沒有 還沒解嚴嘛 那還沒解嚴之前 按照我們當時的狀況 大概是黨政軍都有涉入 那同時呢 我也要請教一下 現在我們的這個官方單位 包括軍方或國安局的單位呢 可以把相關的文件釋出來 那我們促轉會有沒有曾經 跟當時的這個執政黨 中國國民黨的黨史庫 要求如果有相關的資訊 也可以釋出來給我們促轉會 我們有還是沒有 中國國民黨要求檔案 對 但目前沒有在期待上也沒有看到這個檔案 那因為隨著新任主席的這個產生 我相信他是非常開放跟開明的 我們再試著聯繫看看好嗎 我的主要理由是這樣子 就是說在林宅血案發生的這個前五天的時候呢 警備總部曾經行文給大約20個情勢單位 要求要特別嚴密監控所謂的美麗島事件 那同時呢 在當時呢 在個同月份的時候呢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由副秘書長吳俊才 他主持一個黨政軍的這個會議呢 叫做華冠專案小組 那參與的人呢 有軍方的王生 還有當時的國安局長王永樹 包括清服會的聯戰 還有警總的汪靖許 還有宋楚瑜先生 他們是針對美麗島事件 裡面的監控也好 或是其他的部分 提出一個內部的這樣的會議 那我相信對於還原美麗島事件的真相 是有很大的這個相關性 所以如果方便的話 看可不可以以我們這個促轉會的立場 來要求國民黨的黨史裡面釋出這方面的資訊好嗎 謝謝委員 這邊我們來努力 好 我們一起來努力看看 那第二個問題我要問的部分就是說 最近啊 因為我們台灣的非常重要的一個 不管是軍方或是行政院長的好伯春先生剛好逝世 那所以很多人在講有關包揚令的部分 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有不同的疑問 那我去調了一些資料 我想給這個這個代主委來看一下 在警備總部曾經擔任過司令的人 我們都知道警總的時代 對於大多數的台灣人來講 是一個負面的 不一定是完全正面 那當時呢 有一些包揚令 我們認為叫做保證班 只要他擔任過這個司令的話 一律都可以拿到包揚令 你看到我這個整理的部分的話 那這個跟轉型爭議 它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相關 那事實上是有相關 因為我們用國家元首的身份 來包揚當時曾經在台灣 不管是貢獻也好 或是做出一些事件 但是又跟大部分的民意 不能夠完全的相通 那這個部分呢 恐怕也要納入我們在轉型爭議 在反省或檢討的思考的時候的一個方向 譬如說彭孟契 大家也都知道 黃潔 劉豫章 鄭維媛 尤其是汪靖許先生 他在任內的時候 牽涉到美麗島事件 林宅邪還有陳文辰案 但是呢 也同樣有包揚令 頒獎給他 那這個部分 到底我們對於轉型正義 用國家的力量 來 不管是歌功頌德也好 或者是說用國家的力量 沒有彰顯出受迫害者 自己本身的正義之外 還給他一個包揚令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譬如說我在下一頁 1980年代的時候 包括警總司令的汪靖許 國安局長的王永述 國防部長的高奎元 還有警政署長的孔令成 分別得到也是包揚令 那也就是當時的身份就是總統 有馬英九總統 又李登輝總統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 一再要求說要反省這個轉型正義裡面 然後要還給大家一個認知當時的民主政治的發展 或者受迫害的時候 對於包揚令的給予與否 我希望我們的促轉會的同仁 也把它列為一個重要的指標之一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大家會錯覺 會覺得說 大家都知道當時的這個時代是一個很黑暗的年代 當然對於很多民主運動的人來講 他們可能是流血流汗甚至家族受到很大的這個創傷 到現在還有還有很多是會後的創傷 還沒有辦法得到完全平復的時候 結果包揚令已經高高掛在總統府裡面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認真去反省跟檢討的部分 那同時我也要跟大家講 就是你剛所提到我也問你的1979年代 當然那個時候沒有解嚴 那既然沒有解嚴的時候 黨政軍其實叫做一條邊 那所以我們不能夠用現在的 譬如說多元政黨的政治 每個政黨有不同的立場或是改革 來看待當時的狀況 所以怎麼樣透過我們的歷史文獻 尤其是官方的歷史文獻 來還原真相 可能就是促轉會各位同仁 還有各位可以找到很多歷史的學者專家 需要尋求他們幫忙的地方 那這邊有很大的困擾 我知道你們也跟德國有聯繫 恐怕也包括跟猶太族群 或是以色列這邊也有聯繫 知道說以前二戰的時候 產生了這些裂痕 怎麼樣擬平這個裂痕 絕對不是呼呼大打 打一個高雄這樣就可以處理掉 所以其實真的是任重道遠 那同時按照這樣的邏輯推理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1991年的時候 擔任行政院長是好婆村擔任行政院長 他當時是反對廢除刑法100條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跟我一樣 為了100條上街頭 被人家警棍打到的都很多 還有獨台案件 獨台案件的幾位這個當事人都還很年輕 現在在各行各業 恐怕這個楊翠主委也都是認得 我們大家都認得的朋友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的包揚令要不要給予與否 或是包揚令的內容 其實就一定要能夠尋求我們目前社會上的最大共識 尤其因為我昨天也問了一些有關這方面的這個團體 譬如說南社 或者是說跟這方面發表意見的這個教授協會裡面所提的 譬如說好婆孫先生 他曾經回到中國大陸去記住 這個是落葉歸根的這個想法 大家都可以尊重 但是因為他在訪中國的時候呢 也曾經接受央視專訪 唱了一個叫義勇軍進行曲 在2014年的時候引起一些爭議 所以如果用這樣的邏輯推理來看的話 我認為說還給真相之外 也要再來重新審視 當時在沒有一個民主憲政體制的狀態之下 有收到這些包揚令或是什麼勳章等等這些 他們是不是符合我們認為的這個歷史上面的真相還原 跟轉型爭議也要納入參考 那這方面是我的見解跟看法 我不曉得楊翠代主委您的想法 非常認同委員 我想我們應該全面來反省就是說 在威權統治時期涉及違反 就是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這些不法行為的當事人 我們怎麼樣來反省 是不是應該獲得包揚令的兩重之間的關係 但是當時的真相還是最重要 要能夠從官方或者是相當重要的這些團體裡面 獲得比較重要的真相讓它來還原 好嗎 那我們也要容許有一些空間 就是說應該得到的這個懲罰 應該得到的包揚 也必須要兩方面一起進行 這樣米平歷史的傷痕 這樣子對我們當時受害者 或者是當時這不義的政權之下的受害者 才會有更大的一個反省跟檢討的空間 有助於我們未來台灣民主政治的正常發展 好嗎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劉思芳劉委員 那個第二組組長還沒有到嗎 是不是 報告因為他家中突然發生事故 交通事故 對 嚇我一跳 對 交通事故 那是今天我們在場的哪一位是可以幫他 因為各組有各組的 是是 所以到時候是哪一位是 秘書是第二組的同仁代表 對 就是除了 黃偉豪先生 你講一下他道理好不好 黃偉豪先生 黃偉豪先生 所以您會代表關於第二組的部分 就是威權的這個部分 如果委員有意見你會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吳一丁 吳委員 謝謝主席 呃 戴主委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處長會是107年的5月31號成立 當初是預計是兩年的時間要完成交辦的事項 那兩年的時間也就是這個今年的5月31號就到了 那你們打算要延嗎還是5月31號就可以結束 我們已經向行政院提出了展延一年的這個申請 那因為還有許多跨機關協商跟法制化工作的事情需要推動 才能夠完備相關的方案 所以你們已經提出了 所以你們已經提出了 那什麼時候是截止日期必須要有回復 這個部分就可能要請行政院 我想行政院會有依據相關的規定 會有相關的期程 OK 那我想要請問的是 因為我看了一下預算書 109年的預算書 你們只編列了5個月的預算 是的 是 我們依法編列5個月 所以接下來7個月怎麼辦呢 是 我們正在編列 就是東融第二備軍進行編列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預算其實不少 尤其是光人事費5個月就要將近2700萬人 那平均下來你們等於是一個人一個月就要大概10萬塊的支出 我算平均 因為我只是拿他的人頭數 所以請問主委 戴主委接下來還是這樣子的預算嗎 我們要依 我們的人力的編制是依照法定的人力編制的 那也依照法定的人力編制的預算去進行 所以你們都用預備金的話 就等於是我們沒有辦法 立法院這邊沒有辦法監督了 因為就沒有任何的計劃過來了 是這樣子的嗎 這個部分因為當時我們必須只能編列5個月是依法 進行編列是 對 那關於預算的部分 我是不是能夠請我們的主委來進行說明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時候編列5個月是因為還沒有討論到 延任或者是依法 我們就編列5個月 那現在其實有在處理那個延任的部分 那我們主計 我們也跟主計總處請教 很可能動之第二預備金 那剛剛委員提到的相關人事的費用 我們全部都是依法去編列 其實是人事的費用還有一些相關行政的部分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行政面核定的 我沒有說任何事情不違法 所有東西確實都是合法的 我只是點出來讓一般的民眾知道 你們5個月要花2700萬的人事費 那平均一個人是要大概月薪是10萬塊錢 然後接下來你們也打算繼續7個月是這樣子用下去依法 那接下來也是依法動用第二預備金 那這個第二預備金也表示說 你們不會有送預算書來立法院 所以依法立法院也沒有辦法審查 我其實只是想要點出來 讓一般的民眾知道這件事情而已 我沒有說你們不違法 謝謝 我們行政院 我要再說明一下 行政院合定之後 還是會跟立法院請立法院合背的 那是預備金嘛 那它裡面的內容呢 就是因為像你給 預算書的時候 你要有KPI 那請問到時候你們的KPI也會送過來嗎 相關的年度報告 其實行政院合定之後 我們其實是有上網公開透明的 上哪一個網 上我們的整個公告的網站 就是我們所有半年報都有上網公告的 OK 那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之所以可以言 是因為觸轉的第11條 這表示說兩年內第二條第二項鎖列事項如果未能完成的話 得報請行政院延長之每次一年為限 請問一下 那個主委 代主委 你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依照這個法條來說的話 依法我們是可以無限言的 對不對 就是法條是貴院通過的法條 但是本會呢是提出一年的這個延期 那目前也是用一年的這個工作的 那你覺得是不是適當 我們在裡面再加一條 加注就是說 每一次得延長 你的違憲 可是最多只能延長幾次呢 因為不然我們這樣下去真的是沒完沒了 這個修法的建議我尊重委員的提案權 跟立法院的討論權 OK 因為我想要知道是說 第二條第二項鎖列事項 包含了是要開放政治檔案 清除衛權象徵 保存不義遺旨 平復施法不法 不當擔強處理 運用還有其他轉型陣營 我想請問一下 代主委 這些是我們列這個促轉會要完成的事情 我們知道 當這些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它的範圍有多大的時候 你這個案 你這個project是沒有止盡的 所以我們在每一個細項裡面 假設開放政治檔案 請問代主委 你有沒有已經有一個計畫 哪些政治檔案要被開放 我們當然有一個開放的一個 一個想像的一個弧度 就是盡量能夠 就是說因為檔案的那個母素 其實是在各機關 所以我們希望通過法律的方式去讓 因為有一個機制 所以讓可以讓這些檔案 能夠盡量的拿出來 而不是一個數量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希望去通過一個 這個執行的過程當中去討論 這個機制是不是有些問題 比如說用關鍵詞去進行清查的時候 它會有非常多的遺漏 所以因此我們認為應該要去改變機制 倒不是說是不是有一個數量 跟委員報告 德國呢在相關的檔案 30年也還沒有完全做完 所以因此只要是機制的建立 他們是公家的預算 去做這件事做了30多年嗎 他們陸陸續續都有公部門的資源的投入 對那韓國也是一樣 對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漫長的更成 對他們陸陸續續有公資源的投入 可是他們有一個常設的機構嗎 處長會不是常設的機構 對對對我說你剛剛舉韓國跟德國 各國的轉型正義的機關 大多是任務型的編主 不過大多數都是多於兩年啦 對那這個東西我們當然我們也會參照 國際的這個轉型正義機關他們的運作的方式 我們也會提出一些相關的思考跟建議 但基本上我們是尊重立法委員的提案權跟討論權 因為我承認正義是要平反的 可是它要有一個你任何一個project都一樣 你要有一個規範 不然這件事情那你就做一個常設機構算了 不應該是你就講兩年 然後每一年每一年都來演 所以我們延長了這一年 我們一定會規劃出我們這一年度的工作目標 對那我們其實前兩年我們也有工作 所以你說你延長這一年 你一定會規劃這一年的工作目標 是我們當然會規劃這一年的工作目標 請問一下如果說你沒有完成你自己訂定的工作目標 為什麼納稅人還要繼續把口袋裡面的錢拿來 就是你可以想像 就是我說我是一間公司 我跟你一個客人收了一筆錢做一個案子 我說我要完成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我要兩年來完成 而且是我自己跟客人說的我要完成ABCDE 然後兩年之後呢 ABCDE沒有做完我還要跟客人說不好意思 你還要再加每一年同等的錢給我 因為我沒有做完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向委員報告我想國家轉型正義的工程 是全民的工程不是這個客人跟公司的關係 所以你的意思說我們全民認為 以及跨機關的協商 所以過去兩年主要還是在跨機關協商上面 包括檔案的這個協商 那也非常感謝貴院在去年七月 真的檔案條例通過 他真的加速了這件事情 所以相關的法制工具真的是必備 那請問法制工具你還缺什麼 請問法制工具你還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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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包括這個財產的返還 法制工具也需要 也需要貴院的支持嘛 那相關的補賠償 那有些行政部法目前速轉條例 它不夠沒有辦法做的 所以你希望可以在五月底以前 提出你們所需要的相關的法律的配合嗎 我們會在我們延長的這一年當中 在我們的時間裡面來提出 那等你延長當中才提出來 那你一年後之後 你還是不夠時間啊 我們會盡快的在五月底前有一個初步 然後再下個會期 盡量能夠爭取在下個會期 把我們認為非常急迫的這個法案 能夠來提出這個相關的 應該是說所有法案 只要你認為是需要完成你的任務的 都應該要提出 你如果是下一個會期提出 那你還有剩不到一年的時間 完成你要做的工作 是是是 戴主委你覺得有辦法做得完嗎 在我們的任內 我們會如果需要先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先提出來 那其他的我們會放在我們的總結報告當中 來提交給行政院 戴主委我想要提醒你的是 所有公務人員都是人民賦予他工作的 是 那你知道我剛提了你們的人事費用一個月 平均每一個人是領了大約十萬塊的薪水 那我希望你們的效率 是是我們會加強 是是是對 我們依法會向行政院提出總結報告裡面 也會包含這些東西 所以你們五月三十一號會提出總結 我們會漸進式的在成熟的 因為這不需要很多的溝通協商 成熟的就會先提出來 不好意思我都喜歡用數字 是因為沒有數字沒有 我想轉型正義沒有辦法用數字 數字來做KPI 因為它有非常非常龐大的生成結構存在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 所以國家應該投入無限制的資源來做這件事 沒有無限制 因為你說沒有辦法來做 我們沒有無限制 那請問沒有無限制那限制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規劃在這一年當中去規劃相關的法制作業 所以可是這一年之後又可以再延一年 請問你覺得沒有限制的話限制在哪裡 我們就是目前就是提出一年 所以我們會以這一年來做規劃 那國家轉型正義的工程會有進中原 所以你們每一年提出一年的限制 一年之後再延一年 沒有我們會在總結報告當中提出未來 整個國家體制應該要如何做的這個相關規劃 而不是促轉會這個機關一年又一年 不是這樣 是一年又一年 整個國家 那請問大概是 整個國家的這個相關的配套 它需要非常複雜的一個相關的結合 包括有很多業務可能是要到其他的部會 那這個東西都需要做研議 我相信很多公務人員的工作都是要跨部會 都是有它的難度 對 這個我們有在研議中 所以我們不應該以這個為藉口 來說我們的事情沒有辦法在時間之內達成 我同意我們要平反正義 可是不能無限期 就像那個戴主委你剛剛說的 我們不能投入無限的資源進去這件事情 你說的不是我說的 當然 因為我剛剛說我們是不是要以政府來提供 我們沒有無限期 謝謝 所以我希望你是可以有限的有一個計劃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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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立委員貴米發言 好 謝謝主席 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想第一個問題要請教我們今天的促轉會的代表 就是您覺得在現在台灣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之下 連這個相關的這個財經的行政官員都出來講說 這個台灣的這個財經的能力呢 恐怕沒有辦法 如果這個疫情持續下去 恐怕沒有辦法承受這樣這麼重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麼促轉會的委員呢 每個人每個月領十萬塊錢以上 然後還要持續以這樣的一個名義來做 您認為這樣的一個情形合理嗎 報告委員 簡單說就好了 相關的預算是依據委員全數到期 我只有問說 委員 我可不可以請教你針對問題回答 因為這讓我們很困難質詢好不好 好 我想相對的尊重 您認為在疫情持續發展的情況之下 促轉會的委員或者成員 平均領一個月十萬塊錢 合不合理 你個人的感覺就好了 合理還是不合理就是了 報告委員這數字並不是準確的 那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是 我想政府的題材 在疫情的過程當中 也都是有相關的業務在推展 我想我們也要推展相關業務 楊委員 真的我拜託一下 因為這個彼此的尊重真的存在 因為你的拖延時間 只造成我們沒有辦法質詢好不好 如果您認為合理 你就告訴我說合理 因為你有你的時間 你要去怎麼合理化你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嘛 所以我可不可以推論你的 剛才的說詞是說 在這個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還是認為促轉會的成員 領現在這樣的薪水是合理的 第一數字是有問題的 那第二我們是要推動相關業務 這是必要的 所以你認為是合理 第二個呢我要請教 就是說您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促轉的條例裡面 他有講說你促轉會最主要的 一個功能是在幹什麼 他提到說你應該在兩年之內 用書面向行政院長提出 完整的調查報告 規劃的方案跟具體實施的步驟 然後做這個任務總結的報告 這個條文您知道 是啊 那你也認同 是是 那你應該提出報告的時間點是 應該是在原來 原來應該是按照這個促轉條例的話 你應該提出報告的時間點 是今年的五月是不是 是 那現在是什麼時候 現在就是因為我們 今天是四月 今天是四月八號 是 也就是說我們離五月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也就是說促轉會認為 促轉會認為就是說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您可以完成還是不可以完成 我們先看看您今天的報告 您今天報告 也就是說離你要提出來 完整報告的期間 只有一個多月 您今天的報告只談了 你說你說你只談了追求歷史真相 貧富歷史傷痕 反省歷史記憶 這個重返社會的信賴 不是促轉會的一個主要工作之一 是不是 就是放在貧反歷史傷痕的部分 政治暴力创傷療癒 以及社會教育跟溝通的部分 你的意思是說 你把它重返 我覺得社會信賴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你要讓台灣變成一個很和諧的社會 所以你不認為它是一個重點 你把它塞在一個歷史的真相裡面 跟歷史的記憶裡面 只要單純的追求歷史真相 反省歷史記憶 貧富歷史傷痕 就可以讓整個社會重返信賴嗎 我們認為貧富歷史傷痕 才能夠讓社會重返信賴 所以你簡單來講 你的思念 你只認為就是說 你剛剛前面提到了 剛剛別的委員在問的時候 相關的一個成員 牽涉到的家數 你剛剛說是幾百家是不是 還是幾十家 我們召開了三場的說明會 多少人嗎 加起來有大概四百多位的政治受難者 跟當事人來參與 多少個家庭 我們有五千多個 五千八百多個平反的受難者 那召開說明會的時候來參與 多少個家庭 為什麼有的已經不在了 為什麼你為什麼每次 那願意來接受的是 二十九個家庭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 針對別人的問題回答嗎 我剛剛問你有多少個家庭 因為我想要跟我們補充一下脈絡 你會有補充的機會 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用其他的回答去閃躲 就是說有多少個家庭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說你現在手 有二十九個家庭 願意來接受需求的反應 謝謝你 OK 不要浪費別人的時間 如果有二十九個家庭 這種技巧 平安講本期是非常不屑的 你要尊重本院的委員的諮詢權利 不要拖時間 好不好 那我要請教你就是說 在現在很確定的來講 撇開歷史 我們講說有歷史的傷痛 接下來你打算怎麼樣子 讓這個社會的信賴能夠重建 除了你要追求真相之外 你具體的 現在離五月份已經只有一個月了 對不對 你是怎麼樣子在內部做規劃 因為我們看一下這個法條 第十一條的部分 其實講得很清楚 他講的是你要提出完整 我先不管你是不是完整 從今天你的報告看起來就不完整 那你要提出來的是你的調查報告 你的規劃的方案 還有你的具體的實施的步驟 離今天 離今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在您今天的報告裡面呢 我完全看不到這一項 但是沒有關係 你可以口頭補充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你要讓社會重建 重返信賴 讓彼此之間消滅仇恨 用愛與包容 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的具體實施的步驟是什麼 我們第一個人認為 歷史真相的還原是最重要 因為不知道過去 就不要跟他信賴 又來了 我剛剛前面已經講了 那個部分沒有人妨礙你做 是 所以不要拖延 你除了歷史真相切點之後 你的理論是說 我們只要還原歷史真相就可以 你就不做後半段 那也是你的答案 但我現在本席要知道的就是說 你除了還原歷史真相之後 你對於重建社會的信賴是要做還是不做 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 楊委員你如果不知道沒有關係 這個其實是第四組的業務 那第四組的業務 可不拜託組長在這裡 組長說一下好不好 就是你第四組的部分 是 怎麼樣子 我可以跟委員做說明 楊委員 楊委員 拜託 因為你從頭到尾都在閃躲 我們拜託第四組的組長 怎麼樣子讓台灣回到一個愛與包容的 以前人家講說到台灣為什麼很好 因為台灣最美的風景是誰 是人 是台灣人 我們不需要有這麼多的仇恨 我拜託第四組長 具體講一下 因為是在你的負責的業務範圍之內 這個怎麼樣子 你的具體的規劃 是怎麼樣子能夠讓台灣回到 重返彼此之間的信賴 而不是以仇恨為基礎 其實委員我可以說明 但如果委員希望第四組組長 我就請第四組組長來做說明 好 謝謝 謝謝委員給這個機會 我們在整個重建的部分 其實除了還原歷史真相 其實也跟社會 要再提歷史真相 那已經講得很清楚 對 而且待會兒 各個委員質詢都有 我現在要知道你的後半段 所有的歷史 你的後半段要怎麼樣子去重建 我們社會的信賴 你做了什麼 你規劃了什麼 我們大概 從整個轉型正義的教育的部分 跟那個社會的溝通 跟彼此對整個史實的了解的一個教育 所以你提了半天還是在講 對於史實的了解 也就是說今天促轉會 除了去追究歷史的責任 沒有人說不需要 除了去追究歷史的責任之外 你認為後半段是不需要做的 你一再的 後半段就是教育 一再的再重新的點起 那個彼此之間的仇恨跟對立的 那個情況 你的後半段 你除了 我剛聽到那個 那個第四組的組長 就是說剛剛 剛剛楊委員說到 就說除了教育 教育之外還沒做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在規劃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的一個 世行中心 楊委員 可不可以對本院委員 有一個基本的尊重 可以還是不行 這個是具體的規劃 具體的規劃 我現在問第四組組長 為什麼 你不准他回答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對 你規劃了什麼 是有共識的 所以除了社會的教育 跟公民教育以外 我們也跟中學的教師 有一些相關的教案方案 就是對歷史的了解 然後對轉型正義的認識 所以換了 講話講了半天 也就是說 除了要讓大家知道 歷史的過程當中 你不做任何的規範就是了 對不對 我聽到目前為止 就是說 你只是要強調說 曾經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至於怎麼樣讓我們社會 能夠再經歷過這樣的時間之後 能夠再回到愛與幫榮 能夠再回到世界上面的人 認為台灣最美的風景是台灣人 這些你們都沒有做 因為了解就是包容的 主委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在問的其他的那個 那個成員 對不起我不是稱你主委 我是說楊委員 那個 真的不要這個樣子 這種 這個不尊重本院委員的情形 真的不需要 也不會因為你在這邊講 他就會變成你講的一個事實 好不好 另外我要請教的就是說 可以在會後回答我的一個部分呢 就是說 在那個條文裡面啊 我們看到了 裡面有規定有一些事項呢 是應該促轉會應該做的 包括那個長照啊 長照的部分 有做還是沒有做 這個要在不當黨產基金裡面規劃 那目前在規劃中 嗯 現在 現在就說基金 你規劃了 你從到現在為止快要兩年了 到你到期的時間 到期的時間只剩下一個月 所以你在就是說 你在這個時候才規劃 我覺得你真的應該解決 我們去年就規劃 但是因為基金財源不足 我基本上面來講 我真的不願意去責怪任何人 但是我覺得像這種耍嘴皮的這個情形 真的不需要 台灣真的不需要耍嘴皮 我覺得 在本會開會的時候 你其實很簡單 就是針對問題回答就好了 委員有委員的意思 彼此之間尊重 不要把那個老的一套拿出來 歷史的教訓也是 教訓我們就是說 不要把老的東西拿出來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理直氣壯 你就可以回答得出來 好不好 以上謝謝 謝謝李委員 請周委員嘉賓發言 他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列邪的政府機關所長官員 會長工作夥伴 媒體紀念先生 大家早安 那麼今天呢 要來詢問的 就是處長會的下一步 我想今天 我們在關心處長會的下一步 那想請教一下 來 目前呢 有人說 處長會呢 現在要再延長兩年 那有人說要常設機關化 那目前處長會在座的成員 你們對於 延長或常設機關化有什麼想法嗎 目前我們是提出延長一年 那我們在相關工作規劃上 也是以一年來進行 好 那目前處長會的人員 很多從學校借調來的 是 那很多專案人員也是簽約 是 那一年一簽 他們面對到有其他機關的邀請 學校邀請 這樣一年延一年 你覺得對於工作人員 他們的工作穩定性有幫助嗎 這個部分 因為是依據處長條例的規定 那當然確實就是說 會稍微比較有一些 目前你們的工作人員多少 也是來自學校的 目前我們 就是委員的部分 行政界調的部分 是有兩位 一位來自 工作人員呢 工作人員的部分 主要界調的部分 是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 好 那你們目前手上 還有哪些未完成的事項 需要多久完成 我們目前以一年來規劃 主要就是 相關就是 以後銜接機關的一個協商 以及相關配套 那第二個就是 相關法制工作的一個推動 好 一年實在很 主要是要做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處長會的未來 我看到一個圖 他任務導向 本來的設計 做完就解散 但是你們在做的事情呢 無非是調查研究 接下來你們可能這些史料 這些成果要保存 甚至要公開閱覽 所以我想說 調查研究 保存 跟閱覽 公開成展 這應該是處長會 你們將成果交出來 應該有的方向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目前我看到的 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當中 你們在做這些調查當中 你們調查的這些資料來源 是哪些地方 你們從哪些機關 哪些地方取得 你們要調查的這些資料 我們的資料主要是來自於 不當審判基金會的那個 人博館所存的這個基金會的資料 跟檔案局的資料 檔案局 還有沒有 更久遠的 更久遠的 對 在 在 這個 威權時代的資料 我們主要是因為政治案件 受裁判人的資料 所以主要是以 受審 受裁判的資料 受審的檔案 那麼 國使館的呢 國使館的部分目前沒有 你們沒有拿到國使館的資料嗎 完全沒有用國使館 沒有這個部分的 請說明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這個案件 我們這個資料庫是以整理 白色恐怖時期軍事檢判案件為主 那這個最完整的檔案其實是在檔案局 大概我們整理的超過40萬頁的檔案 那搭配就是說 人不管所藏的補償 卷宗 來做一個combine 那目前是沒有使用到國使館的資料 好 因為我所知道的啦 有人對於 轉型正義的 訴求的時間期啊 他是有上看到更早 包括原住民級的委員 我們也聽到他們這樣的主張 那在這裡面呢 我提到 接下來我要談一個就是說 你們的檔案 的前世今生 你們所看的檔案 來我這裡呢 引述一個國使館 館長的話 他說 他做了兩個意思啦 他說其實呢 民主國家應該不會由官方來修史啦 但是呢 修史的基礎在檔案 他是認為呢 檔案局跟國使館可以整合 那你剛剛說 你們很多資料是來自於檔案局跟審判資料 好 那再往下看 這個 國使館啊 我來這個有點 稍微表達一下我對這些 後續的談法 目前我們國使館 他是放在總統府啦 那 考你們一下 你們 大概略略知道 目前我們哪些史書 證史嗎 有經過證史跟拜關也史嗎 那你們有證史 到 親史有沒有 親史 有親史 沒有親史 沒有親史 有親史稿啦 好 因為大概說明一下 因為呢 在我們所延續的這樣的一個史觀裡面 是後代修前朝史啊 所以呢 大明王國修原史啦 大清王國修親史 要不要修明史 中華民國呢 要修親史 但是親史一直沒有完成 要親史稿 那國使館呢 到這個親史稿的階段呢 他們認為說 剛剛前面有 吳館長 前館長說了 民主國家啊 你後朝修前朝史 這個概念要打破 那你認為 國使館跟檔案局 他們 未來的最終的走向 就是一部 親史 或者是 有可能有個中華民國史嗎 看法呢 沒關係 聽聽看你們的意見 我想 這個 這個 國史的這個範疇 已經跟以前 帝制王朝時期 不大一樣了 那 未來當然 這個 國史館的這個 修史的工作 也會 我們有中華民國 當然就會有中華民國史 對 但是未來 是誰來修 或者是如何來修 我想這都是 一個 日後的一個 對 其實因為 我剛剛強調的就是 你們的檔案 來自於檔案局 來自於審判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親史稿啊 它是來自於明清檔案 那明清檔案 在親王朝的時候呢 它有內庫 內閣大庫檔案 內戶府檔案 軍機處檔案 國史館檔案 中人府檔案 清宮各處檔案 這是從親王國留下來的 檔案建制的一個架構 大概也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國家的檔案局 目前隸屬於哪個機關 你知道嗎 國發會 國發會 好了 國發會的前身 金建 金建 好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歷史的原格呢 你們所用的這些資料檔案 在前清的時候 它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到了我們目前看到的 現在的國史館館長來 我們看他怎麼說 他說民主時代的國史館 兼具開放資料 與轉型正義的雙重使命 所以你知道嗎 國史館他最近出了一個 陳文成史料匯編 請問陳文成的史料 是不是我們轉型正義委員會裡面 你們引用或參考的史料內容之一 是 好 那就很有趣的是 我本來想問說 你們有用哪些資料 是來自於國史館 沒有 你們主要是來自檔案局 結果國史館基本上 他們也是從檔案當中 找出了陳文成命案的史料 而且他當作史籍來出版 他這裡面說到 轉型正義所涉及到的 228事件的受害者 白色恐怖的受難前輩的歷史 這些都是國史的重要成分 要積極面對的 所以他認為國史館 是落實轉型正義的重愛一環 歡迎這樣的想法 您的看法呢 我們認為國家的研究機關 包括國史館人權館 確實都是很重要的這個一環 那你知道國史館歷屬哪個單位嗎 目前是中東府 你知道中東府還管哪些單位嗎 中東府管中央研究院 管國史館 還管一個國父林園管理委員會 這個總統府的概念 就是前清的皇宮 他管皇帝的起居住的國史館 他管漢林園 他還管一個皇朝的林寢 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府 還管一個國父林寢的管理委員會 坦白說 還沒有完全擺脫前清王朝的思維架構 所以接下來我要講呢 您剛剛也談到了 有關於人權博物館的部分 目前是歸哪個單位 文化部 文化部 人權博物館裡面很多的成長的史料 會不會你們做出來研究 結果就是在這裡成長 有一些可能 人權委員會是在哪個單位 監察院 好了 我要說的 來我們最後一個結論 促轉會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任務完成就解散 一個方向是常設機關化 你們要做的調查 現在進行調查的呢 監察院有個人權委員會 監察委員可以行使調查 你們目前大部分的人員來自學校 是在做研究 你們研究的資料是來自於人家保存的檔案 而最後你們研究的成果也要成列 所以呢監察院的人權委員會 隸屬於總統的國司館 國發會的檔案局 以及目前文化部的人權館 如果常設機關化 我說促轉會常設機關化的話 其實你們應該包含著這四種權利 調查研究保存跟成列 請問你們的看法認為促轉會如果未來常設機關化 往這個方向四個任務內容 您覺得可以考慮嗎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方向的思考 那關於國使館跟檔案局相關的 或是人權館在做研究相關的 是不是整合 因為在從2000年之後 就有一些相關的討論 那我們覺得這個相關的討論 事實上可以持續 如果你們未來在你們的一年的工作內容當中 覺得有可能有這樣的常設機關化是有幫助的話 也建議你們在你們的工作成果報告當中 可以把這樣列為一個參考或建議事項 好 以上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謝謝中嘉賓中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賴湘林賴委員 好 呃 代主委 剛剛很多委員都針對我們促轉會 對未來是不是延一年又一年 然後我們很多借調來的專業的工作 有實命的人 是不是會願意再投入這樣一個不穩定的工作 那之前你到我們黨團的時候 我也舊教過 就是說這樣一個長期針對台灣社會 從不管是戒嚴年代以來 更早我們也是在殖民過程中度過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艱辛的社會跟國家的命運 所以總體來講促進轉型正義的擔職跟責任 當然不會是促轉會成員的責任 我覺得是全民可以共同來面對跟理解再發展 那我覺得近到21世紀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世代能不能理解我們的歷史 我們從何走來走向何方 然後那段歲月中的人們 臉譜是什麼聲音是什麼 記憶中我們能夠一起面對還是我們要淡忘甚至抹去 所以我相信這個工作 彈子很重 爭議也很大 那甚至楊翠代主委是不是還願意再承擔我也不確定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短暫的時間還是回歸我們具體 手邊能做的 即使有爭議我們怎麼做 然後讓社會的對話更充實 這是我的想法 所以第一個我想就叫這個 在報章看到自由時報在3月24號的時候呢 他就舉例了說現在在促轉會裡面 有針對85處不義移植呢 我們未來會有一個類似這個作業要點 然後來盡量朝向這個立法的建議部分 那我看了你們報上舉例的這個重要地點是基隆市的一個園丁派出所 那這個事件的出土當然是在1993年這一位 因為228這個事件受難未亡嘛 這個當事者的口述歷史叫林木齊老先生 那他的事件在1993年經過張岩岩教授披露之後呢 大家對於這個地點我相信比較展開了一個願意張開眼去看 用自己的身體去理解 那我要看到的是下面那個圖呢 就是現在我們當時的叫做園丁派出所所在地 那右邊這個是一個咖啡館你們可以看到 他的位置大概就在咖啡館的這個附近 那對面你看到這個光鮮亮麗的這個賣場 他其實是墊高起來的一個賣場 他其實是當時的海灣 那如果用這個遺址的這個口述史的內容來看 我也不便多講因為是蠻慘烈的 那在那樣的一個空間中落海 然後他能夠倖存回來 他書上還寫到他回來的時候被當時三個警察 在路上碰到的時候還講說你怎麼沒有死 那一個這樣的一個事件 他當然是當時歷史很多形狀下面的一個縮影 可是今天重新在出土的時候 我就想要救教這個楊翠代主委 這樣的一個歷史空間 經過那邊再往廟口就是幾步路而已了 那來來往往的人流之間 這個地方的不亦以指的所謂的展示或在線 或讓他怎麼樣去具有一個被理解 你們的做法跟過程是怎麼樣 各處的不亦以指的空間現狀 現在都非常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需要盤點的 第二個是我們提出一個價值優先這樣的原則 就是說 並不是說每一處都一定要去復原一個 一個原來的空間 那必須要case by case來去掌握 所以價值優先的情況 比如說包括可以做數位化做推廣 然後做網站等等的這樣的一個推廣 那這個部分我們全部的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審定作業的一些基本的資料 那有請專家協助手把我們做最後關於那些資料的正確性 所以以這樣的為例喔 因為整體來講包括安坑刑場等等 有具體的物有一個空間 像這樣子在市區 而且當年那個歷史在線前面一點就是基隆文化中心 也就是在那樣的一個附近空間 其實它含有的這個必須被理解的是一個寬廣的地域 對 這樣的一個用口述史也好 或者是用你剛剛講的多元文化的呈現方式 我都覺得是不是還要有一些 比較是在這樣的一個後現代的理解裡面 有沒有可能立一個相對的什麼象徵度 但是我覺得 兩年的促展 再一年或以後因為政治方式 落日你們也不存在 這事件又重來一個世紀 我是覺得它也沒有辦法這樣子讓我們的人遺忘 所以我很建議你們在基本原則不要太空泛 你們說包括分類分層治理 價值優先中央地方協力 這三個原則聽起來非常的空泛 還是希望具體case by case 能夠讓你們認為的這個重要的歷史遺跡的 這個不義遺址再現 或者是它的真相再被理解 特別是在教育部分 所以我想我就把從這裡跳回到第二階段的就是 剛剛我們貴民委員非常在意就是說 我們對於整個社會的再教育裡 重新理解這件事情的你們第四組的工作 就是重建社會信任這件事情 如果說以你們兩年有限的時間推展的這個 社會信任進行的教育工作來講 我們看了你們在預算的相關數據跟資料 我們算了一下 再下一頁 總體大概這個在108年8月底的話 運用到的資源大概只有600多萬 那整體促展會的預算 剛剛說包括人士大概一億出頭嘛 所以這個教育跟相關的推廣預算 到底在你們總預算裡面是多少 這個相關推廣預算確實加起來是600多萬 但我們在其他的相關的業務上面 業務費上面其實也一樣有在做教育推廣的相關工作 另外一個教育的部分主要是一個比較上位的 就是說我們有協商教育部 把它轉型正義納入 人權與公民教育的中程計畫當中 目前已經納入了 這樣納入之後呢 未來就會有更系統性的全面性的 能夠推同轉型教育的工作 所以先看這個我們在這個 立法院的預算中心也幫你們羅列出來 所以總體來講你們大概辦了9項次的活動 40場次呢 人員進進出出以人次大概是3000人 那我想這樣對於已經願意投入的團體 基本上看起來比較是文化性的或青年的這個角度 或者是用多元的這個媒介去展演 那總體來講有沒有你覺得哪一部分呢 是可以集中去做 特別進校園 你剛剛講到要結合108課綱也好 那進校園也好 這樣的一種巡演方式 跟你們現在在推展的這個集場的那個規劃 有沒有新的進度 因為你如果要再延一年 一年有限期間 你們規劃的方式一定受限 但如果進校園 我不認為它是一年 只要進校園在教育部相關的這個高層的這個 即使是人權委員會成立慢慢接軌之後 這個當然不是一年 所以你是不是這部分的規劃可以有比較具體 我們從成立之後就有跟教育部協商 相關於在校園啟動轉型正義相關討論的 他們那邊我們要配套什麼 比如說我們這邊提供相關的資料 然後我們也規劃相關的課程 那教育部那邊呢 它也有相關的配套的方案 我們一起來執行 那前一階段其實事實上已經有在做 對 那那個東西可能很難寫進 我們自己的這個業務報告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認為說就是說 這個推動主要並不是以單次的活動來思考 而是進入到 進入比如說跟校園的社團做連結 那過去一年我們也跟校園社團做連結 有相關的這個場次的活動 那這個東西也因為是校園的社團 所以我們也沒有寫到 沒有花費這個經費 這也沒有寫到這個經費的裡頭 那我們持續會再進行辦這樣的活動 所以我會建議這樣 你們的最後一個活動叫做 尾辦推動轉型正義教育政策 含大眾的宣導及對話 是 所以這部分大概是整個費用你們看起來比較多 大概一百八十幾萬 總體來講你們有親子說書 有音樂 有各種巡演 但是如何讓剛剛講的這麼多的比較過去 一般大家都不願意再掀起的這些內涵記憶 包括檔案的這個在線 能夠融進去做為進校園 我覺得是相當的不容易 所以是不是在過程中 一個是操作的程序細緻 第二個我覺得要讓社會理解 第三個剛剛講的總目的 是不是為了促進對話 促進傷痛過去的部分 所以有一個當事者 我們當事受難者或受難者家屬 走出來的這樣的一個陪伴過程 那我想總體來講還是很期待 我們不是為了這個追究所謂的一個罪責的一個目的 而且是追究真相之後的和解 那和解本身帶來的社會 當然會有陣痛也會有焦慮 甚至還是會有仇視 那我希望這個各位就努力 讓我們的這個社會更能夠往前 好謝謝委員 我們會努力 好謝謝賴委員 我們現在不介紹那個到場的那個官員 我們是第二組組長 曹君武 曹組長 那剛才還好吧 交通事故還好吧 那好 OK 好我們接下來請鄭立文 鄭委員 謝謝主席 在場的各位同仁 以及在立法院工作 媒體的朋友 今天大家在討論 對於台灣來講 一個重要的歷史轉型正義 究竟應該要怎麼做 那成立了所謂的促轉會以來 其實促轉會已經完全扭曲了它應該有的功能 跟這個崇高的目的 它的正當性從頭到尾備備受質疑 我認為應該要早日結束 以免轉型正義委員會 又製造更多的不正義 轉型正義所要實踐的正義 是要讓國家群體和諧的同存共融 一起繼續的發展 轉型正義要處理的正義問題非常複雜 但也非常簡單 在國際上實踐的共識就認為 轉型正義像是一道旋轉門 由過去要轉向未來 要讓過去社會的裂痕 傷口能夠被消弭 社會要永續和平的發展下去 美國紐約法學院的教授陸蒂泰多 也是知名的作家 他撰寫了一本書《變遷中的正義》 就對轉型正義有很好的詮釋 實質的轉型正義要處理的問題 是正義不斷地變遷跟轉變 它不是一個恆長不變的概念 它會隨著時空而流轉 人們所相信的事情是會改變的 過去的時代認為正義的事情 現今的社會已經不再正義 用現代社會的標準去看 過去的歷史曾經被認為是正確的事 現在恐怕也不再正確 但是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以現在的時空 要去審判過去的時空 轉型正義是非常困難而且複雜的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講 轉型正義又有非常明確的方向性 因為我們就是要面對未來 而不是糾結在過去 在轉型正義的當中 目標只有一個 其實很清楚 就是要鞏固我們的民主 以及社會和諧的發展 所以台灣的轉型正義重點 應該是放在維護民主的鞏固 維護人權的價值 便促成社會的和解、團結 避免重蹈覆測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 轉型正義委員會 理想中的轉型正義委員會 所承擔的任務跟扮演的角色 其實是很清楚的 它不是要去深化彼此之間的旗艦 更不是清算追討 它更大的責任 是要讓大家共同理解 在大時代的環境底下 過去的人 當時的人 當時的主政者 為什麼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我們集體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如果未來 再發生類似的時空環境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什麼才是我們做決策的標準尺度 而不讓歷史的悲劇再度發生 所以在極權的轉型中有一個概念 就是所有的人在那個時代都是受害者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是加害者 我們不清楚自己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不僅是找到某一個個人 某一個代罪羊也好 或某一個獵巫的對象也好 或某一個他真正的獨裁者也好 來作為把所有歷史的罪責規則給他 這是最便宜形式的方法 他沒有辦法獲得真正的歷史的沉澱跟反省 當其他的人都免去所有的責任 但是所有學者的研究告訴我們 在當時的歷史脈絡底下 即便不是張三也會有李四 一定會有一個人存在 扮演了這樣一個威權統治者的強人角色 所以轉型正義的歷史還原很重要 但他絕對不是片面的破碎的選擇性的 他必須是完整的還原 被認為的被害者 被認為的加害者 乃至於所有參與的故事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無辜的嗎 恐怕不是 必須要如實的呈現 但是很可惜 我們現在看到的 人就是不完整的 人就是被挑選過的 人就是現在當權者 所想要敘事的故事 轉型正義的委員會 除了要還原歷史真相之外 更重要的 透過這個真相 大家能夠和解 向往前走 過去的歷史 讓人們之間有隔閡 有仇恨 有撕裂 有不信任 如何重建信任 是一個非常深刻跟嚴肅的議題 整體的社會 如何面對過去的歷史 它不是部分人的歷史 它不是所謂的 兇手跟被害者的歷史 它是所有人的歷史 我們應該要深刻的 省思發生的事情 每一個人都承擔了歷史的一部分 也是歷史延續的結果 面對未來 我們如何做出新的選擇 紀念性的活動 社會的對話 新的價值的形塑 如何對人權的保障 對其他不同多元價值 重疊時候 我們如何建立新的準則跟尺度 都必須在一次又一次的對話當中 被提醒 被刑訴 被反省 這才是我心目中 如果有一個促轉會的話 應該擔任的角色跟功能 另外更積極的是 要不斷的提醒跟警示 執政的當權者 民主跟人權 是我們不能夠退讓打折或選擇性實踐的價值 過去的威權政府使用了各種的手段 被認為是擴權侵害人權的做法 但現在就不會嗎 科技時代的來臨 智慧城市的設備 讓民眾的生活更是全面性的 受到政府當下的監控 過去的經驗如何讓我們現在的政府 不會走回頭路 而犯同樣的錯誤 所以 這才是今天我們要更積極的關心的未來 轉型正義的理想 我們都同意 它是偉大從高的 但目前看起來 它卻是一個嚴重的被措置目標 當前的促轉會 並不是以鞏固民主 捍衛人權 作為最高指導原則 所有的行動 都是對敵對政黨的追討跟清算 曾經有學者說 轉型正義當中 有一個人覺得不正義 他就不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絕對不是清算 它之所以困難 就是要站在一個超越的角色 監督整個轉型正義的過程 符合正義的準則 而不是過度的追討 清算鬥爭 不但沒有彌補傷害 反而更煽動了不必要的悲情 加深更大的裂痕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任務 但是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很可惜 從我們今天的促轉會 它的組成 它的立法 說要超脫黨派 說要超越性別 但是通通沒有做到 所以今天我們的所有 轉型正義委員會的背景 也都過度的高度的同質化 那這一些 都會偏離轉型正義工作委員會的組成 就好像你刑事被害者家屬 來組成監獄人權委員會一樣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助轉會規定說我們委員是九人 同一性別不可以少於三人 現在只有五個委員 只有一個是男性 政府主任委員長期玄缺 找不到人啊 為什麼 這麼崇高的偉大的委員會 為什麼沒有人要來當 很簡單 因為這個委員會已經 臭名昭彰聲名狼藉 任何有格調的學者跟精英 都不屑於之為伍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過去的副主委 甚至於自己以東場為傲 自甘墮落 甚至於打擊異己 整肅政敵為己任 其態度之囂張狂妄 令人不恥 無法接受 不但是後天失調 助轉會也先天不良 這個法院本身就存在很多問題 可以超越司法權 可以撤銷司法判決 完全侵犯跟破壞了憲政的秩序 同一部法律自打嘴巴 因為立法過程過於衝觸 政治掛帥 司法院的角色跟功能 備受社會的質疑 業務報告中也指出 其實很多現在 促轉會的工作 現在的政府 現在的學術單位都已經做 也正在做 促轉會做了兩年 除了炒冷飯 除了留下爛攤子 除了留下惡名昭彰的民生之外 還有什麼 但現在還想要再繼續下去 所以本席在這邊主張 這樣子的一個促轉會 每年浪費我們公堂 一億六千萬 再次強調 我們要鞏固民主 我們要依法行政 我們要節制政府的權力 我們要保障人權 我們要確保的是 威權不再復辟 而不是保障民進黨永遠執政 如此違憲失職 失能的促轉會 已經讓轉型正義四字蒙羞 嚴重受到扭曲 這種不正不義的促轉會 應該要盡早的襲燈結束 以免繼續傷害台灣的民主 阻礙人民的和解跟團結 讓我們的轉型正義 越做越不正義 好 我們謝謝鄭麗文 鄭委員 鄭委員今天的報告 好像比我們促轉會的報告 切題 我們接下來要請鄭英鵬 鄭委員 主席各位同學大家好 聽了剛才的主席的談話 跟鄭委員的發言 這有情緒要恢復一下 才能進行尋答 不過這觀念大家溝通一下 這促轉會的工作 跟黨產會的工作 跟大家要追求民主法治 追求人權的工作 其實不一定是 我們最怕的是片面支持 這個倒是沒有錯 那今天前面的委員 也有些還要要求說 過去身為威權執政的國民黨 應該要把一些資料交出來 國民黨也還在抵抗 那我期待新任的江啟臣主席 他對於黨產跟過去威權 時代的檔案 他應該有不同的做法 畢竟他們是要擺脫他們的困境 不只是紅筒 不只是擺脫紅筒 他也要擺脫他對台灣人民 必須要有的交代 那江主席能夠做到怎麼樣 我不曉得 那但是如果以過去威權的執政的政黨 黨民沒有換過 甚至有些人還在 他今天會要求對這些事情指指點點 那那個尺寸很難拿捏 我講坦白話 那尺寸很難拿捏 講過頭的自己受傷 那但是應該也有很多 可以值得參考的面向 不過剛才說糾結 那原不原諒 我的觀念是這樣 我不是受害者 也不是受害者家屬 糾不糾結跟原不原諒 不是我來決定的 應該是當事人決定 應該是家屬決定的 那如果當事人跟家屬 在這個時代還帶著仇恨 他去做了違法的行為 他就要付出代價 那個心情不是說 我需要你原諒就原諒了啊 那你就要 你就要跟大家要和諧 要怎麼樣 這個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大家做 但是有權利的政府 跟民意代表我們能做的是什麼 有一句話叫做沒有真相 沒有原諒啊 我們給的是真相 那這真相到底 都已經發生過了喔 有些資料到現在還被 相關機關單位 國安局 要列為永久保密 那什麼是真相 這個 他說並黨案拿出來不是真相啊 這個也很難定義 但至少我們能做的 就盡量把這些給大家 可受公平啊 然後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現在 這一代能夠做到的事情 所以要求受害人原諒 要求受害人要可以理解 大家一起來和諧 這種話我講不出來啊 這種話我講不出來 那所以這整個台灣這個過程 很多都是悲劇 每個人都是受害人 每個人加害人喔 每個人受害人我覺得有可能啊 每個人是加害人 這個我不太敢講啊 有些人甚至不想當加害人 還不行啊 但是他當時可能有職務在身 也沒有辦法 這個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這也可以理解喔 所以有很多觀念 這個 有時候講出來 如果是受害者家屬聽到的 他會覺得這個時代怎麼還這樣啊 他們對國民黨 就算想要原諒都很難啊 不見得 不見得對國民黨有幫助啊 好 但是 我們在執行促進轉型正義的時候 也都會有很大的 不要說是阻礙啊 自己都會是自己的障礙 這也是沒有錯啦 之前的事件 的確讓轉型正義 遇到很大的困境 可是我會覺得 那個代理主委你們 現在這樣的團隊做得很好啊 那我在總質詢蘇貞昌院長的時候 那個主委你應該 代主委你應該在啦 我那時候講說 促轉不能逆轉啊 正義要被信任 因為我們對於過去那種威權統治啊 有很多人其實心裡面是很不公平的 就是他很不滿的 他會比較過激 即使他不是當事人 我們以前就會發生這種 這種 就會發生這個狀況 所以那個時候被罵得很慘嘛 在選舉上面 民進黨也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個都發生過啦 在德國也好 在其他國家都發生過啦 因為你為了要促進轉型正義 所以會有過激行為 但是有公權力的人 這是萬萬要小心的 就發生了嘛 發生了就戲後啊 我們就要付出代價 就是這樣 但是不能因為這樣的事情 這是教訓 剛剛都講說 那教訓過了就算了 那這個對處轉會 對民進黨值得來說是教訓 那你總不能說 我們就要原諒不大家 夫婦為人 sins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的啦 但是我們要執行的正義 也就是促進轉型正義 要被信任 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經不起犯第二次的錯誤啦 所以步步為營 那今天我就跟組委來討論一下 來討論一下我們該做哪些事情 不過我還是先問一下時事 不要那麼緊張 代理主委 蘇貞昌院長在3月24號去拜訪過你嗎 那是因為我的父親 在之前過世 蘇貞昌院長一直惦記 我媽媽情緒有一些 所以她就想剛好有台中的行程 所以她就去慰問了我的母親 是這樣的 剛好有台中的行程 我有在場 主要就是跟我母親致謝 然後聊一些家常事 所以林景有夠 她就是謝謝說 我媽媽讓我來談論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有沒有談到再繼續一年 然後你的職務問題 沒有沒有 沒有談到幾個部分 那也是我本來總職務要問的 沒有談到這個部分 所以她就等院長的 院長的 當天主要是慰問跟顯化一些家常 那如果說 請您再留一年 你願意嗎 這部分很尊重那個行政院的職權 尊重職權 大概意思就是說如果院長有意請您繼續續任 你會願意對不對 好啦這個不容易做啦 那但是喔 就是我講一下促轉會的功能 我們功能沒辦法做到法制上面的百分之百 但是有一些的確以前都做不到 沒有促轉會跟促轉條例做不到的 第一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現在做了整理到第六波的 恢復名譽 以前在保守恐怖時代有三四個法律跟條例都給予補償 可是恢復名譽這個除非法院判決真的沒辦法啦 他們就算拿到錢了喔 懷恨 抑鬱而終啊 家屬也希望說政府應該還他們公道 甚至有一些還在追他當初宰善叫進屋退去啊 轉賣給國民黨了或轉手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他們拿不回來了 所以恢復名譽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剛剛講當事人要的是這個啦 當事人要的是這個 甚至他拿到這個之後他還是很不滿 這個做得很好 那但是這個只是促轉會喔 其中一個功能 那我對監察院我認為憲政上該廢掉 因為監察院看他有沒有什麼積極功能喔 我就講一個 那這兩位監委喔 那個高鳳先委員跟楊美玲委員是國民黨執政時期提名的 他們也我真的很盡禁責的去調查路窟事件 這沒什麼人知道啦 可是監察院喔 五院之一啊 但是監察院調查完又能怎麼樣 他認為這些人該回復名譽該平反 那你的監察院又能如何 如果沒有促轉條例 如果沒有促轉會 監察院的報告沒有用 這就是促轉會很積極正面的功能喔 那如果我們來看促轉會的 我們第二條條例裡面的事項的話 開放政治檔案 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旨 那平復司法不法喔 然後不當黨產處理 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我坦白講啦 不當黨產這面啦啦 有黨產會 其他的工作真的就是做到第三項就不得了了 在第三款就不得了了 所以大概未來不管說延一年會延幾次喔 如果能做到平復司法不法 我是覺得就真的不容易了 那不過還有一件事情我是覺得 我建議促轉會比較積極去進行的喔 在2015年3月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國民黨執政 那在政立軍委員的建議之下 那那時候的文化部去 去做了一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基點 調查案的報告 這個主委你知道嗎 你知道 這是我把時間圈起來 這是國民黨時期調查的喔 那個時候叫做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基點 其實這是破壞人權的地方啦 那他們後面有定了45處的 那個白色恐怖時期的史基點 那在政立軍主委上任之後 這個史基點就改成叫不義遺址 所以那個調查報告不是民進黨執政才做的 所以觀點不會是單方面的 這45個喔 現在你們有沒有把它列入不義遺址 這個不義遺址 這個四個字是從促轉條例來的 在我們的審定裡面 這一些大多數都有列入 那我們另外也有延伸 對 所以其實在做這個事情 國民黨執政時期也有些貢獻啦 是 所以不能說民進黨執政時期都已經清算了嘛 都是清算的 他可能還有一些牽涉到過去的國民黨 他們就不想碰了 但是這裡面寫了45個喔 是警備總部啦 國防部啦 保安司令部啦 這些喔 這些都是涉及 他寫的是偵訊啦 剛剛那一張 其實很多其實就是迫害嘛 黑牢啦 刑囚啦 這些東西啦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我建議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除了恢復名譽之外 第三款之外 加強對不義遺址的保存跟立法 這個也沒有錯嘛 所以你們最後在相關的認定有一個要點 你們認定之後會保存對不對 會把這些不義遺址 作為後世的警惕嘛 是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 儘速把它做起來 好 那因為大家對不義遺址跟那個威權象徵 有些時候會把 因為在同一款裡面 是 有時候會把它混淆 是 對於這種遺址啦 什麼銅像啦 什麼的喔 有時候 台灣民意相對來說 講真的啦 是很溫情的啦 你有時候要聽喔 他會覺得 這雖然把它撲起來 撲起來就放久了 有感情啊 跟老榮樹一樣就算了 但是要有方法 謝唐廷市長在2004年 担任高雄市長的時候 拆掉文化中心的圍牆 那時候也有抗爭 但是後來的轉移都做得不錯 做法你們參考 是 但是這些部分喔 我希望說你們趕快給大家一個 那個公開的真相跟資訊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政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林維州 林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這個楊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稱呼你啦 這個楊代理主委 或是楊 委員 因為代理主委 代理很久了 那現在這個處轉會 時間都要到了 那之前我們一直訴求就是說 趕快重新提名主委跟副主委的 這個同意權 但是行政院都置之不理 啊現在時間要到了 現在又說要延續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個邏輯是怎麼樣 就是說 我們那個國民黨 希望說你先把這個委員補齊 好 把主委跟副主委 重新任命 讓他有正當性 因為當時行使同意權的時候 主委跟副主委是特定的 就是指定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行使同意權 主委 副主委 以及其他委員是分開行使的 而不是說行使委員 以後 有委員去選的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 這個主委跟副主委 是特定 經立法院同意他這個主委 跟副主委的職權的 而有別於其他委員 當你這個主委副主委不在的時候 由這個委員自己去推出來 然後再代理主委 或是行政院指定 其中一個委員代理主委 其實在這個釋法性上面 在執行業務 整個這個促轉會業務上面 是有瑕疵的 我們的觀點是這樣 但是那時候 行政院也不去處理 那現在時間要到了 才說要延長了 我認為 既然你那麼重視 這個促轉會 那當時這個所謂主委副主委 就要好好處理 這才是證明你很重視 而不是說放在那邊不管 然後等到這個時間到了 那你再來說要先延長 原來的主委副主委都沒處理了 那現在要延長 所以這個讓我們覺得說 這個時候你們要延長 那到底是怎麼樣 你原來的任期裡面都不把它好好的做 好好的做包括把主委副主委重新認命 這個才不是說好好的 讓它組織上面是完整的 你如果說組織上面不給它完整 然後你告訴我們 那個你們到時候會有一個期末報告 告訴我們你們做了多少事多少事 你連最基本的組織 你可以去讓它完整 你都不給它完整 那你要如何說服說 過去這一段 這個時間內 他們這個處轉會做得很好 實在很難說服人 這個是我首先要講的 再來就是說 關於最近 防疫期間 然後好像 處轉會 在108年下半年度工作報告中 有關於 公共空間威權象徵之處分 你們的做法是怎麼樣 因為外界都說大概就是在去講話 所以你們公共空間威權象徵之處置 到底你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是不是就是去講話這麼狹隘 那個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你 代理主委 好委員 楊委員 請你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 並不是去講話 那我們從去年4月開始 就有跟中央部會 還有今年3月跟地方政府一直有溝通協商 我們是採取因為依據處轉條例第5條 依法處置 可是呢 處置方式需要 是可以非常多元的 各種方法 包括可能不是拆跟不拆 不拆 然後有一個合理的說明放在那邊 或者轉為公共 這個公共藝術的形式 或者是空間佈局改變 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就是希望說機關跟地方政府他們可以去自主展開討論 然後由他們提出他們的處置方案跟期程 我們都是會予以尊重 是用這樣的處置方式 你們在4月這個 什麼時候有發文喔 是 給哪一些單位 是 所以要處理關於一些遺項同項塑像 什麼時候發文的 我們在今年的2月20號呢 不是發文給學校 我們是發文給地方政府 說要來開會 那開了三個會議 然後4月8號不是移除的時間 是他們 我們會議進入過去之後呢 4月8號他們回報 他們有什麼處置的方案 騎乘或者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再來做會議 什麼時候發文的 我們2月20號發文來開會 那我們3月6號也在發文說 因為防疫期間 所以各地方政府 最多只能夠2人 那我們會議的部分 我們也都 因為我們分批嘛 所以人數其實不多 我們也是做的有安全距離 那之後我們就把會議記錄 發給各地方政府 22個地方政府 對啊 這個2月22號已經是 在這個疫情當中了 然後你們又要 他們在4月8號之前 要有一些說明 處理 處置的辦法要提供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時間 這樣恰當嗎 防疫大家都忙得很 學校裡面緊張得很 一個現在已經有幼稚園停課了 那也有一些防疫的措施 這個時候 而且你是在2月22號 那已經是疫情 已經嚴重的時候 你還去發這個文 要他們增加他們的工作負擔 然後造成爭議 所謂去講話的這個爭議 到底你們是 處長會是不用防疫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還是怕大家這個太贏了 增加一些那個學校的工作 這個我們是依據我們去年以來的 實踐的進程 那這只是第一階段的收集 其實各個地方政府報上來的部分 我們只是做第一階段彙整 並沒有一定要在4月8號全部完成 那就是緩慢的漸進式的推進 我們跟中央機關也是這樣漸進式的推進 從去年4月到今年漸進式的 對 所以這個部分只是第一階段而已 對 並沒有有任何的強迫性 或是任何的那個 就跟委員報告 謝謝 這個去講話 實在是要好好的去思考 它是一個歷史 那到底要怎麼處置 包括中正紀念堂 包括兩蔣園區 在這個桃園那邊 有兩蔣文化園區嗎 是 我們的縣長 市長 台灣市鄭文燦市長提出來的意見 他認為 不應該清除 它反而是一個觀光還有文化的一個點 然後不管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你知道我們對歷史人物的看法通常都有很大的奇異 你對秦始皇也好 你對雍正皇帝 你對這個乾隆大帝來講 有人認為他是暴君 也有人認為他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歷史的評價 會有奇異 然後 也會隨著時代 而有不同的史觀 不要說同時代有不同 哪個時代可能有對他的不同的評價 那我們要記取教訓 反而有時候是保留 更能夠讓後世 知道那個歷史的真相 以及他不同的評價 應該都共同的呈現 現在的民眾是有思辨能力的 民主的爭議 也是讓大家有不同的多元的觀點 讓大家自己去思辨 OK 希望將來你們在處理所謂威權象徵的這些清除過程 更包容多元 然後以保留 然後以呈現歷史真相 讓民眾 你如果認為那是一個負面的 那就是一種警惕 很多外國的處理方式也是如此 只要加注說明 然後不同的觀點 讓它呈現出來 希望我們將來處理這些所謂威權象徵 都可以用這樣子的 是 加注說明是我們的 是 這個方向來做 是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林維州林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周春敏周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那各位委員還有列席的 初展會的官員 大家好 我剛聽了鄭麗文委員的質詢 有點時空錯亂的感覺 大概兩三年前我們也是坐在這個委員會審查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也是坐在這個委員會審查 當時提名的委員 兩三年來這個促進轉型正義這條路 不是很好走啦 大概從九位變成五位 那再從九位變成五位 當然裡面有一些過程 我們是要去面對相關的指證跟檢討 這是我們要去深切 但是不是這條路走得不順 就把促進轉型正義 整個的過程 或者整個的方向 或者整個原來的基礎 把它全部都打亂 我們在談促進轉型正義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退後以來看說 到底到現在還有多少的歷史真相 還沒有公開 當初這麼多白色恐怖時代 這麼多威權主義時代的不法判決 將近一萬多件 這些判決下的家庭 這些判決下的一個被告 被害者 他的整個家庭 包括生命 包括家族 包括財產 面對這樣的損害怎麼樣去平復喔 這麼多這麼多的事情要去做 但是反而變成說今天 有人坐在這邊 這麼悲憤的來指責 一個促進轉型正義 這樣的一個方向 這樣的一個歷史任務 要不要繼續去走 我很懷疑 我也很質疑 他的基礎是來自於哪裡喔 他的基礎是來自於 有被迫害的人嗎 他的基礎是來自於 有被執行死刑的人嗎 他的基礎是來自於有被沒收的財產嗎 都沒有 所以我會覺得坐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聽到委員對促進轉型正義的從以前 現在到未來 整個的一個方向 整個一個步伐的一個指責 我不能不能夠認同 那就如同剛剛我跟我自己的前言裡面 在去年十月份 我在立法院辦的公聽會 其實已經討論到說 面對這些司法不法的判決 我們已經把它撤銷掉了 這部分我們是採德國的立法模式 我們不是用司法的方式 就是到法院去重新審判 把它重新來審判 我們是用一個立法的方式 這個是我們參考德國的 當時納粹時代 我們用一個立法的方式 我們就直接撤銷掉這些不法的判決 不然我來請教我們的同仁 你認為哪些這些我們撤銷掉的不法的判決 哪一個判決是真正合法的 哪一個判決是正當合理的 你告訴我們 如果沒有 你不要在那邊悲憤的說 全部都是做錯的 去年我們也在辦的公聽會 已經討論到說 你當初被政府時代 用一個沒收的手段 把全家的財產充公 用一個司法的手段 在判決書裡面 把人家的財產沒收 這些到底政府要怎麼面對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要考量到財政 這是非常實際非常殘忍的 但是我們的要求 我們的努力 現在也只是立句說 我們要讓事實來全部公開 就是這麼一個卑微的要求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的要求 等到你把事實全部公開的時候 大家再來評論公跟過 大家再來評論是跟非 大家再來評論責任的與否 而不是還沒有公開的時候 你就坐在那邊指責說 不能夠 現在的手段是跟以前一樣的 抱歉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指責 我們現在的手段 絕對不會跟以前一樣 我來請教這個代理主委 剛好這個也是昨天應該是4月7號 你們我們跟促展會了解的一個過程 那時間點請楊代理主委看一下 我們是要來了解這個國民黨持有的總裁披肩 那我也不想再被這個大家誤導 我們我委員本席對這個案件的態度 就是說就是公開 除了公開之後 大家透過學者專家 透過社會 我們放諸四海的標準去討論這些問題 那到底事實真相是怎樣 當初我們沒有要去指責或再追究 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這個歷史都有功過 唯一唯一現在要做的就是去公開 就是這麼簡單就是這個道理而已 我們請主委來看一下 在去年5月1號 我們又審定了就是說 國民黨他持有的總裁披肩裡面 有三件三筆式政治檔案 那這個部分他們也有 照相關的法定程序 所以就送出來 不好意思這邊是33 三筆 只有三筆是政治檔案 對對三筆是政治 就是認定是三筆 總裁披肩 總裁披肩三筆是認定是政治檔案 那後來在去年的12月3號 大概認定 剛剛相關的作業程序認定 4286筆是政治檔案 好那所以呢我們就在發文 請他們在30日內要移歸檔案局 那移歸檔案局 那當然國民黨可以依照我們相關的法律 來提出救濟 他有提出一個執行 那國民黨也提出了一個複查的申請 這個都是依法要可以去行使的一個 救濟的程序 我們都依法尊重 那去今年2月26號的時候 我們駁回了他的複查申請 那接下來就跑到這個執行的階段 那國民黨當然他們也配合相關的一個 法律的一個進行 他們在這個3月30號前 就是3月30號已經把六項的檔案資料 彌封送到檔案局 我們也很樂見於他們 照相關的法律的規定來走 那現在就是說 這個檔案 因為他知道只有送六項的檔案來 我們並沒有去確認說裡面的資料是怎麼樣 所以依據你們的給我們的答覆是說 4月6號還是4月7號 大家要來三方會點 要來公開這些 就大家清查一下檔案 然後做一下目錄 然後送到檔案局去管理 我請教一下主委 現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不是這樣的時程 那昨天的三方會 會查到底進行到什麼樣的程度 昨天已經去進行清點 但國民黨並沒有派員來參加 那我們有 因為很謹慎 所以我們有全程 作業過程都有全程錄影 那這個清點還會再持續進行 對 那你可不可以再具體說明一下 這個清點是怎麼進行 就是你們開封了 那一定也是全程錄音錄影 錄影 然後目前就是沒有辦法一天內 或者一次的程序 一次的程序 就把全部清查完畢 是 那大概一天可以進行多少 因為要逐夜清點 對 所以 昨天我們清點了七冊 對 七冊 那一箱有 第一箱有十四冊 那我們清點了七冊 所以 我們現在又針對很多人力來進行 有六箱 那一箱大概 第一箱有十四冊 十四冊 然後我們清點了七冊 這樣子 那我在這邊我要重申我的想法 還有就是說 我質詢的重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 第一認定就是政治檔案了 那當然就是要公開 然後送給檔案局來管理 所以檔案局來管理就是公開 公開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當時總裁 他當然是總裁 他不只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還是國民黨的主席 那當時因為堅韌的這兩個很重要的 非常絕對不是重要 是非常絕對威權的一個責任 所以我們有必要去看 在當時的黨政的威權體制下 他做了什麼 當然也沒有那麼嚴肅說 裡面有什麼大概重大到什麼政治的秘密 比如說好像裡面看起來有什麼匪 就是要把匪諜定位成匪諜 不是叫匪特嗎 那所以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公開 當然你們清查之後 我們送給檔案管理局去處理 檔案管理局就會依照相關的推定來做公開 那我們在這部分的責任就是公開 就是把這些檔案公開 讓大家來評論當時是怎麼樣的一個事實 當時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那整個公跟過整個是跟非 就留在社會 留在學者專家 政治專家大家去討論 是不是這樣子的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最後走到這個地步 就是我們的責任就是公開 我們的任務就是公開 就僅止於此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個主委 是我們希望在真相的公開的基礎上面 可以推動一些比如說財產返還等等的這些 那上次尤柏祥有委員在我們公聽會的時候 他那時候因為他也有很重要的任務 他也跟大家講的是說 在1月的時候可以提出報告 那5月因為我們促轉會促轉條例給大家的任務 就是2年嗎 那也快要到了 他希望在5月的時候可以提出報告 還有相關的一些立法修法的方式 這部分請問代理主委目前是進行到什麼樣的階段 我們相關報告差不多有一些整理 那5月的時候 5月到7月之間我們會整理相關的 包括相關的這個初步研理的一些提案 會向社會公開 那是不是你們目前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可以跟我們說明的 來 先來跟我辦公室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就當然可以的 我們會跟委員做說明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我們謝謝周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范雲范委員 我們代理主委好 辛苦了 因為我那個從一開始在這邊聽好幾位委員在這裡的質詢 聽了就是有點像剛剛鄭英鵬委員說的 我心情很沉重 因為我們的確就在台灣見證的就是過去的威權政黨 它在民主化之後 它其實是最大力阻撓轉型正義這個國家的工程 而且不斷的在動員社會 然後在扭曲就是轉型正義 不管是未來還是現在正在做的事 那我想的確是過去那個東廠事件是傷害了就是轉型正義這個委員會的一個道德性 但是如同剛剛鄭英鵬委員講的 我想之後 目前你們這個團隊在人緣不足的情況下 那以目前看到的成果 我個人是非常的肯定 就是說在目前的就是說 這整個政治氛圍中 願意放下自己原來的工作 投入這個很艱巨很爭議的工程 那而且必須在立法院裡面受到這麼多前威權政黨的羞辱 那我真的對大家表達很大的敬意 那我想這些爭議誤解跟阻力 其實就證明了我們這個社會有多麼的需要轉型爭議這樣的工程 那如同剛剛幾位委員講的 你們的工作其實就幫我們釐清這整個工程應該如何做 然後下一步怎麼做 需不需要專責的機構還有哪些法律的工具 那這部分其實任務還是很艱巨 那我也不確定就是說未來如果只延長一年是不是能完成 那我想複雜的工作大家都講過了 我們可能會繼續監督 那今天是想針對下一頁 一個最近的新聞事件請教那個楊代主委 那楊代主委應該有看到 就是最近有關於有媒體報導 就是說什麼疫情期間好像趁機拆銅像的事情 然後國民黨的議員羅志強公開發表說 在拆遷這個蔣介事同向前請先說三聲謝謝 他覺得這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我想請教楊代理主委 您覺得像他這樣的一個方式有符合轉型政 是你們希望的一個處置的方法嗎 我們希望處置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 第一個就是有一個社會對話的過程 對那這個部分我們非常的尊重 不管是機關或者是地方政府 那其實地方政府報上就是跟我們會 就是相關協商過程裡面所提出來的處置方式 都非常的各式各樣 表示他們在內部有過討論 對所以都很多人 那我認為真正的意義不是在於猜或不猜這件事情 真正的意義是在於說這個過程當中 兩個一個是有社會討論的過程 有思考的過程 有記憶重新再建構的過程 那第二個是 它其實它是可以進行一個空間解研的思考 怎麼樣讓這個空間它真正能夠解研 好那我很高興就是說楊代主委今天有機會澄清 那但是這呈現一個蠻大的一個執行上的落差 因為我看到的新聞報道 就如果沒有錯的話 屏東縣的學校說他們是收到上層的公文 要求在4月8號前要去講 然後所以就在春假前派了吊車到銅像移除 然後引發部分的家長反彈 那顯然就是說學校裡面並沒有進行您剛剛講的社會對話 也許你們在跟縣市政府教育局有談到 可是教育局根文發下去的時候 沒有針對處置且應該進行 我想就在你們未來的工程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是 推行校園及公民轉型正義的教育 那如果這件事情在拆除 處置是一個中性的語言嗎 結果到學校變成是要去講 那這個部分就是如果沒有藉著這機會做一個很好的社會對話 然後不管是從一個反政治同向或者反威權領導 或者是如同羅志強講的是要什麼正反 就是說評價俱成我們不管哪種方法目前都沒有做到 所以我是建議就是 的確是有部分委員講是我同意我們對威權獨裁者的評價 這個社會沒有普遍共識 那也許永遠不會有共識 但是有一些人權傷害的真相 並沒有被普遍了解 這我們都了解 所以我覺得如果促轉會未來要提出多元處置方式的時候 好像應該必須要給予充足的配套支持 譬如說開啟公共討論多元處置 你們可以讓它開放 可是不能沒有一個基本的準則在 或者地方在執行的時候 學校的教師 校長可能普遍理解什麼叫做適當的處置 最後就會出現這種 然後就會被反對黨的立委說 什麼在什麼刻意製造仇恨 我想你們原來的目的不是這樣 可是做法上 那未來真的必須要修正 那這個部分因為我們是行為給地方政府 所以我們會來了解一下 地方政府是如何行為給這個校園 那我們也會把問題找出來以後做改善 是 那再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提的就是說 剛剛我也有聽到就是說 您有提到如果延續的話 那其實是有準備要提出一些 就是相關的法案上的建議 那上次賴平委員質詢 關於沒收財產返還的時候 您也有提到就是說 會往立專法 那我這邊是整理就是說五大議題 那其實特別是包含就是 威權的象徵 怎麼未來怎麼樣處理的方式 還有不亦以止 你們也提到缺乏規範 還有檔案局 譬如說 德國就是有史塔西檔案局 三十年來有超過兩百萬人調閱 那這些部分 那下一頁 那我想 我特別想要提醒的就是 因為關於貧富不法這個部分 就是說促轉會是責無旁貸 那威權象徵這個部分 因為已經有爭議 所以它能不能夠用法來規範的方式 也蠻需要思考的 是 那你們承諾說財產返還的部分 要有專法 那我想聽起來 你們是要把法案的內容 都具體條文都提出嗎 那這個真的工程很巨大 那可是因為蘇院長已經公開承諾 會延長一年 那社會的期待會更高 所以我個人是希望就是說 你們能不能在延後之後的半年內 就提出這些修法的草案 那才能夠處理後續的爭議 讓整個社會對這些草案 有更清楚的對話的內容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范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陳柏惟陳委員 感謝教委 感謝我們台里的主委 首先請教一下 台語聽得懂 可以可以 這個小學的時候教育有教五育併齊 那五育哪五育剛知道 你知道嗎 德智體群智 德智體群美 那德育是什麼意思 德育其實就是品德 德性嘛 但是德性要怎麼建立 要怎麼建立 它其實是透過制度 制度 制度 給民眾 制度 給民眾的時候 就鼓勵這個國家的人 去尊重這個群眾 去核實這個群眾 什麼意思 譬如說 我們說要尊師重道 結果有些老師 有可能是壞人 我們說要敬愛國家 結果國家敬連的台人 所以在傳承正義什麼重要 就是說我們的法律建立了 正義感到後 這有法度 讓後面小小大大的人民 來遵守 來遵守到一個 走向正義國家的路途 所以呢 我知道說前陣子 我們延長一年 我想要請教的是說 當中我們這個 國家作為一個 威權的機器 已經登附五、六十年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用這三年的時間 來解決這些問題 經過重要的是 這十年 我們最大的風向和目標 是要完成什麼事情 是 因為小小的最主要的人物 就是幾位和推動 最主要就是幾位 有些部分要去推動 所以 接下來這十年 最重要的就是 古代的方案 跟實際的步驟 要怎麼來幾位 這個部分 是我們未來的重點 所以很多 法律的法治法 這個推動 是我們未來最大的重點 剛才有說到說 包括財產 包括說 補賠償 還是說 不予以止 都是未來的幾位 這個延長一年 這當然是樂觀其成 希望可以在這裡完成多多的事情 但是如果一年不久 又一年又一年的時候 它的政動性會越來越多 所以必須要提供 我們代理的主委 以及平靜的上面 必須要把這件事 放在心裡 非常重要 然後呢 我其實 剛才看電視一直到這樣子 我發覺一件事 大家一直 沒有說到 可能是沒有注意到 但是 你看 這個 這個 我們出力算 算到太高的時 回來我們媽媽都會說 你怎麼會怕人 怕人這個東西 就是 骯髒 要把骯髒洗洗 也叫做出購法 其實我們知道 鑽形正義有一個出購法 很重要 就是臨時的清紮 譬如說 第一次搖搖 我做過立委 他也是在國會用台義這順 那個時候 因為美麗的主委 怕我把行的檢察官 後來 竟然還在中華民國政府 在做法官 所以這些人 如果沒有清紮出來 而且 我們知道很多宗教 宗教 要像天洞 最簡單的方法 最簡單的一個宗教 天主教 你直接也要跟牧師各界 所以 天洞這些人 別煩車的人 不管他心甘情緩 要行為共犯 現在是他不甘不安 身為政府的共犯 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跟這些人 來透明話 而且他願意 就欠理解 之後 他有辦法重心 回來這些公正 我相信 你怎麼有臨時的公法 臨時的部分 我們去年 就有在做委託 所以這 當然是 我們認為說 因為 初戰條在第四條 這是我們要 做法定的 第四條第三項 有說到臨時的清紮 但是我請到 很多的法律專家 包括我們的 做你研究的結果 來表示說 其實他的法案 經濟不夠 沒辦法用他來做事 我也知道有做委託了 但是 我們必須要在這裡 宣誓說 其實我認為 專行政議最重要的 不是形式最 不是風向最 例是說 他真的真的 可以透過 出專家 來作成 達成社會 實質的影響 過去我們還有看到電視節目 我們政府要求 去外國台人 之後 又去東南 去北中 又好好過一四人 這其實是在告 我們台灣的 後台驚孫 要合適如何 來做一個 這 這哪有可能會通 所以專行政議 它的重要性 包括出售 國法 民宿青蛇 包括不義遺址 甚至是財產的青蛇 其實不只是說 我們 要怎麼 走過去的錯誤 更加重要的是 建立一個 真真正正正的 政靠的方向 在勞馬 他們的願望他 就像我們的國會議員 你要做 立法院 你要做國會議員 要先去做兵 你要競愛 服務這個國家 然後你才有辦法 來做到這個 國家經典的職位 這就是專行政議 真真正正要做的事情 在這裡要跟你們收聽 一定 想辦法 來 在這一年裡面 完成 我們要不做 而且是小小台台台灣人 期待 來做的事情 好嗎 好 謝謝 在風雄上面 除了除夠法 我們要還有政治檔案公開 包括很多林宜雄 包括這個丹文勝 包括江南案 這些事情 有辦法跟我們說 上一次 這個 當然總統要求開放之後 我們剛才有什麼困難 以及未來要如何改善 是 現在 其實去年 市委 正在當然條例 在立法院通過之後 其實他的速度就變得很快 再來總統在今年二月 也有說到 最大的開放 最小的閃責 這個部分 目前其實 進展已經有很多 我們也很感謝 尤其是 進政署 在我們的檔案 包括 爭域和解密的過程裡面 目前都有配合 但是現在目前就是 剛才委員說到 制度的部分 因為現在到底有 還有多少檔案 因為現在使用 一些關鍵詞清查的方法 我們是認為說 在這些機制上面 可能還可以檢討 看能不能夠再 有更 更深入 跟更大範圍的清查 好 我們委員 這個委員會 一開始是 安算要安高的委員 我們因為 這副主席 長期出發 這個你也是代理的主委 真正一個 只剩三個 都中國的人在運作 這表示靈緣不足 希望說這個東西 優先保護桌 人桌 時間一年 這樣就可以農 你最後如果保護桌 你這些人 真的很困難 要加油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教委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顯智邱委員 好 主席 那 主委 那我 現在來跟你討論一個 這個 曾經也做過大法官解釋 就是四字六二四號解釋 有提到這一個冤譽 就是說 軍事審判的冤譽不賠償 那最後這個大法官解釋 做出的解釋 當然就是認為說 這個有違平等原則 因為 我們合作的事情 不是說 今天是司法審判 他就是冤譽 那軍法審判 他就不是冤譽 所以 我們的基本的概念應該就是說 只要他是受冤枉的 他是一個不法的判決 那將來他受到平反之後 他應該 就應該受到國家的補償或是賠償 主委應該可以同意這個概念 而且這個也是 這個大法官四字六二四號解釋 所揭示的這個要子 那我現在跟主委討論就是說 這個撤銷不法有罪判決 那目前這個根據這個處長會所提供的資料 總共是撤銷了有五千八百三十七件 沒錯 那我去看這一個決定書 做得事實上是非常好 那這個部分真的要給予肯定 而且非常的詳細 因為我在接觸很多的司法判決的時候 恐怕他都沒有像處長會的決定書 做得這麼的詳細 謝謝 那我要提到就是說 其中 根據你們資料 有五千八百一十九件 他是之前 因為二八這個處理補償 賠償條例 或是居然時期不當 這個叛亂計匪諜 什麼審判補償條例 已經補過了 然後 但是有十八件 事實上是由促轉會他認定 就是說 這個雖然沒有補償 但是他應該要把它撤銷 這樣對嗎 是 那現在問題來了 本來事實上 我國的這個刑事補償法 本來叫願意賠償法 他概念應該是說 如果這個判決 有罪判決 被撤銷 然後人已經平反了 然後他才有這個 願意補償的問題 賠償的問題 那但是 過去的狀況就是說 他先把它補償了 那現在處長會再來把它撤銷 那我要問的就是說 那這十八件 就是不知道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然後他當時沒有受到補償 那現在處長會把它撤銷嗎 那接下來這十八件 甚至裡面有 我查的資料裡面至少有三件是死刑 而且執行了 那這十八件 處長會將來 是不是會 用這個補償的方式 給予他的損害的填補 是 不只是這十八件 我們另外還有沒有公告的期限 以及未來會持續的 那以及其他關於行政部法這些等等 就是關於補賠償的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有找過相關機關來做一些研商 都認為說現在相關的法 它的這個適用性不足 所以我們認為是應該要立法或修法的這個程序 你們的說法就是說 還有三千余名 清查檔案發現說 他沒有申請過這個補償或賠償 那這個是被判決的 曾經被判決過嗎 那這一些三千多名裡面 有多少已經撤銷 他的步伐有罪判決的 這個部分 你要有意思嗎 我知道 這個部分我們有 好像還沒有經過比對 這是資料庫裡面的 對 我們會來進行比對 因為資料庫我們二月公告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還沒有進行比對 因為過去五千多件那個是用補償的方式 所以那個很清楚可以很快速的做嗎 所以這應該這三千多名 雖然他沒有申請過補賠償 但是他也受到這樣的判決 所以應該也要繼續去進行 讓他是不是可以 這個步伐有這個判決撤銷嗎 是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三千多名 他沒有申請過補賠償 那是不是有許多 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有許多申請過 但是當時把他拒絕的 這樣的案件 應該是有很多嗎 我們拿到的補償基金會的案件 當時申請然後被拒絕的是九十幾件 九十幾件 對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庫是匯整了補償基金會 跟檔案局的資料 對 所以他事實上是大於補償基金會原來給我們 對 所以大概有九十個人可能是有申請過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把他拒絕嘛 那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但是這九十多件也有可能 後來這個處長會做出一個決定書 像這樣 因為像這個出世至第七號 第八號第九號 都是他沒有補償過嘛 然後處長會做一個決定 就是認為說他的這個有罪的判決死刑 判決應該要撤銷 那我意思是說這九十幾件 被這個當時的補償 駁回的 應該以後也有可能 處長會會把他 不法的這個判決撤銷嘛 應該也有這個可能性嘛 那我要 我要問的就是說 那假使啦 在這樣的案件裡面 他被補償的這個機關駁回對不對 那處長會以後 把他這個不法有罪判決撤銷 那他就變成無罪了嘛 那他可不可以再去申請補償 如果依需處長會 不管是依職權或者依申請來調查 而形成了這個就是 認為他應該平復司法不法的話 就是跟那十八位的意義是一樣的 應該是一樣嘛 所以他應該也要能夠申請補償嘛 那最後一個部分 我要跟主委討論一下就是說 事實上 刑事補償法裡面 他其實就有規定說 依再審非常上訴 重新審理程序 裁判 無罪 等等之類的 那他可以適用到刑事補償法 那我認為說 你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程序嘛 甚至我剛剛講的 你的決定書恐怕 詳細的程度不亞於現在的刑事判決啦 那拿著這個 我本來被判死刑嘛 後來我被執行了 然後我的家屬看到這個決定書了 那已經定驗了 理論上啦 我覺得他就適用刑事補償法的規定啦 他如果沒有適用刑事補償法 這個人這樣太完蛋了嘛 就是說 那我的生命齁 那在當時的情況下 你看 當時那個公佈的這個決定的人 竟然是蔣中正 他完全沒有受過任何的法學教育 他也完全沒有法官的這樣的職務 結果 他可以定一個人的生死 那今天他已經 這個 失去生命 然後受到這個促轉會的平反的時候 我覺得這完全是符合大法官624號解釋 跟刑事補償法的要求了 就是說 我一開始跟主委請教就是說 一個人 是不是 不管他是受軍事審判還是司法的審判 如果他被冤判 那他都應該要 可以向國家申請補償或賠償的權利嘛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最起碼的要求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研議就是說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看這十八個人 那完全沒有補償過的 應該能夠盡速的 能夠給他有一個補償 填補他的損害 那第二個針對這三千多人 沒有申請補償的 那假使能夠撤銷有罪判決的話 應該是也要能夠讓他有補償的機會 那 在這個刑事補償法裡面 大法官624號解釋之後 刑事補償法裡面 不好意思 時間過了滿久 30秒 就這部分 希望能夠 就這部分能夠去研議說 是不是 他就適用刑事補償法的要求 我覺得這個過程要件 基本上是通通都已經具備了 好 我們來研議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邱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天才政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我們楊委員還有處長會的所有的官員 這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第二條 特別列給了這個所謂的這個要推動的事項 其中第五款 其他轉型正義的事項 其他轉型正義的事項 那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三條的第一款 也規定這個所謂的威權統治的時期 是指民國34年到8月15號到81年的11月6日為止 對這個時期 是威權統治的時期 好我們看這個促進轉型這一 這次你們的委員會的一個報告 業務報告裡面提到 原住民族真相調查 及部落自主賠利 原住民族真相調查 這個當然你們調查 並沒有寫出資料 你們調查的結果 是不是能夠提供 書面的資料給我 可以嗎 好可以 好接下來 這個我現在就提供一個歷史的事實 歷史的事實 台灣省政府1947年頒布了這個 台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 1947年 訂定了這個台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 這個 第八條 好這個台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 第八條的規定 經前台灣總督府 依據土地調查及林野調查 清理之結果 歸公有之土地 蓋不發還 也就是日暨時代 日本統治的時候 然後 把我們的土地 原住民族的土地 全部 收為官有 然後 台灣省政府 定了這個辦法 在1947年 是在威權統治的時期 定了這個辦法 說 日本 當初收為公有的土地 蓋不發還 日本 我們離開台灣 沒有把土地帶走 還在台灣 對不對 然後 因為這個 違反民主憲政 制序的這個法規 把我們的土地 全部變成 國有土地 所以 原住民族的土地 很多都變成國有土地 是不是應該要歸還給原住民族 楊委員 原住民族土地的問題 因為不是處長會的業務的範圍 我們主要土地的 我剛才有特別提到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你們的執掌 要辦你的四項的第五款 特別提到其他轉型正義 是 這個就是其他轉型正義四項 你不能只是太針對性 你現在是太針對性了 對 我們主要是因為我們 你現在只太針對中國國民黨 我現在已經把例子告訴你了 它符合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第一條 威權統治時期違反民主憲政制序 對不對 第二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要辦你的事項 就是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它就是其他 前面沒有列舉的 其他的沒有說你們不能做 沒有說不能做 所以這個部分你回去 再好好地考量一下 另外 這個我們看這個 政府接管日產 政府接管日產 唐葉 這個 諸事會社 土地 也就是現在的 台唐公司的土地 台唐公司的土地 這個 楊委員 你知道 中華民國政府 接收日本 日本 日本離開了 然後接收這個 也就是現在的 日產 日產 唐葉 諸事會社 他們當初 搶奪 原住民族的土地 沒有帶走 沒有帶走 然後成立 是在上海成立 然後因為 因為這個國共內戰 中國國民黨的軍隊 開始策劃 除了軍隊撤退之外 撤退之前 先把一些像台唐 移到台北成立 而且是在民國三十幾年 三十六年 在台北成立 所以嚴格講一下 如果你要針對性 台唐公司就是 中國國民黨的附水組織嘛 然後這些土地都是 他很多 尤其花東地區的土地 是當時日本時代 搶奪了原住民族的土地 這些土地 你要不要調查 要不要調查 我們接下來的一年 因為有一個 我們工作項目的推廷 我想這個原轉會 都有在進行相關的工作 原轉會 他是一個任務編主 他是任務編主 你是法定的 對不對 你怎麼推給那個任務編主呢 原轉會是 總統府成立的原轉會 是任務編主 他只不過是 只能說說而已 我現在在立法院正式 原住民代表 原住民組 向你 向處長會 陳述我們的土地 第一個 很多都變成國有土地 這個要歸還給原住民族 第二個 台唐的土地 在花東 很多都是原住民族的土地 那個 國有土地的部分 很好處理啊 你只要下個指示 做個決議 下個指示 1947年當時訂的 蓋不發還的那些土地 全部歸原住民族 就決定了 就好了 就不用調查 那很清楚 這個就是 其他轉型正義的事項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鄭天才 鄭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焦華 陳委員 主席 那個主委妳好 我今天要 質詢的內容 就是 一些跟剛剛 鄭委員提到的有關 我們看下一張 現在就是在威權時代 用國防民意徵收的民地 如何來針對轉型正義的這個部分 來做檢討 那就是說 在台南隆起 當初這個徵收民地 就是要做那個 這個彈藥的兵工廠 那這個兵工廠是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去 為了要興建 來徵收農民的土地 那當初可能就是用非常非常 不合理的價格去徵收這個 這個土地 所以剛剛就是說 依法條這個其他的這個部分 就是現在希望能夠來做檢討 做檢討 那這個退府會 它是在預定 在一百一十四年之前 就會歸還給國產署 就是說退府會他們 因為沒有要做這個彈藥工廠了 然後這個土地要歸還了 那我們促轉會可不可以 針對這樣子的案例 來協助 協助農民 來要回當初被徵收的土地 謝謝委員 那個我想在威權統治時期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層出不窮 那其實處長會也有收到 一些相關的民眾的陳情 但確實就是說 依據處長條例 我們在相關的法源 特別是配套上面 雖然有一個其他 但它事實上是需要 比如說政治答案 它有相關的整個法源的基礎跟配套 就土地的這個部分 目前沒收財產 我們有不當審判的這個沒收財產 我們在法源上面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 確實就是說在 處長條例的相關的 法定任務的這個職權上面 確實是有一些 比較武力的地方 可以嗎?可以協助嗎? 或者是發文來請退府會 我們可以來跟退府會 來協助辦理嗎? 因為這些土地並不是非常的多 而且是公有、國有去、國家去徵收的 好,那我們再看下面 下面就是針對環境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就是因為一些開發案 導致非常多的一些地方 包括土地被徵收 包括環境污染 包括導致很多人生病 那整個家庭呢就是 因為譬如說這個家長生病了 那導致整個非常大 非常多的這種 這個災難或者是所謂的很悲傷的 這些事情都發生了 所以轉型正義 在我過往的這二、三十年 這樣子的努力 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說 環境正義在哪裡 環境正義在哪裡 譬如說這個工廠設在這裡 排放污染、排放污水 導致空氣污染、導致土地污染 那鄰近的居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那我們怎麼樣來幫他們伸張正義 我們的法規 我們的法規目前在司法的部分 就是去控告 但是在這個舉證方面 目前還是不利於受害者 所以請主委是不是也能夠 透過轉型正義 你在現在的這個位置 可以來協助 來做環境的轉型正義 那六七這個案子就是 像台大張安全教授所主持的 這個流行病學的報告呢 也看到非常多的人 就是生病了 然後這個癌症的發生率也增加了 然後也看到污染了 然後死亡率也增加了 那主委可以來協助做這些轉型正義嗎 那我們再看最後一張 那其他包括就是 像二人吸整個廢棄物不當的丟棄 然後這個污染造成整個河川 那導致這個土地污染 農作物也污染 那是不是可以來做一些 轉型正義的一些標誌 好那請主委回答 因為處長會的法定任務裡面 並沒有包含到這個層面 不過這個層面因為我想我個人也會非常的關切 但是就處長會在量能上面 能不能夠去做二人吸 比如相關紀念館的標誌等等 我們個人的會規劃上可能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相關的協調或者是溝通 原來要請主委協調 原來要請主委協調 什麼樣的單位能夠來 我想這個就是 政府一體的這個部分可以來 環境污染導致的這些死亡增加 離愛增加 能夠透過處長會的幫忙 讓這個部分的轉型正義被看到 是就是法定任務可能比較難 但是了解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會也許能夠出什麼力 我們來想想看 那謝謝 這是解讀的問題 這是解讀的問題 我們 我們怎麼樣 好這樣子好了 因為有一些程序事項 我們現在先休息五分鐘 好不好 所以我們五分鐘之後回來 謝謝 我們要去洗手間 還好 我們要去洗手間 還好 洗手間 洗手間 頂部 他也謝謝 我們要去洗手間 洗手間 可以 好 好 OK 齡 很明顯 放射 我們有很多人 那我可以吃嗎? 我可以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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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嗎? 沒事的啊 謝謝老師 我可以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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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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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可以看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未来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蔣介石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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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